第361章大仙人进京 第一 哐当哐当 由冰湖开往京都的普快列车 K20137已经驶进了太行山脉 这便意味着 列车已经进入京畿腹地了 离京城只剩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了 凤青阳和秦宇并肩坐在车厢里面 秦宇是激动的不行 京城之旅对他来说 可谓是圆梦之旅 因此眼看着京都就在不远处了 他的心情也变越来越激动了 以姐夫大人的身价 他何须坐普快 不说包机去京都 飞机头等舱不是小菜一碟麻 再不计 高铁或者动车组一等坐也可以啊 但他不喜欢那种快速旅行 他就喜欢坐慢车 然后欣赏沿途的风景 就拿此刻来说 这延绵千里俊秀如龙的太行山脉 他平时只有在网上才能看到 现在却能轻身穿梭其中 真是一种奇妙的享受 说到省钱 也是一方面因素 虽说他和他老姐不一样 他老姐是省到家了 他要好一些 但自幼家境贫寒 他花钱也就没有大手大脚的习惯 因此即便知道姐夫大人身家几十亿 他也不知道怎么挥霍 风大仙人倒是没这份雅致 镜子一边喝酒 一边看着小丫头的笑脸 大概是觉得 小丫头开心了 他也就不需此行了 不过他虽是头也不斜地坐在那里 无论是车内的情形 还是车外的风景 都是难逃他的眼睛 长途列车 除了晴宇这种鬼精鬼精的丫头 其他人都是略显疲乏 因此不是在那里打瞌睡 就是直接倒在座椅上睡觉 大姑娘们顾不得胸口的事业线完全暴露在外 小姑娘们则是只顾捂住胸口 却不知群底风光和雪白双腿都在被人免费欣赏 还有一些人是趁别人熟睡的时候 悄悄伸出闲猪手 不是偷人家皮包的 就是趁机占便宜的 遇上这类的 风大仙人虽是坐立不动 但手指总会弹几下 让那帮人都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趁他们手伸出去的时候 点他们一下 痛到他们冷汗直冒 但又不敢出声 因为被他点中的手势瞬间僵硬的 他们收不回去 敢喊吗 喊出声就会惊醒他们下手的目标 到时候怎么解释 后果会更严重 这个时候 风大仙人就会悠闲自在地欣赏一下车外风光了 太行山 百年过去 易如往昔般风光秀丽 记得当初学道的时候 死鬼师父告诉他 太行山是盗祖老子的道场 但是他来过几次 都没见到传说中的老子 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早已飞升了吧 道士见到了一位奇人 小要仙白敬竹 虽有鲜明 但却不是修行中人 这便是令人敬佩之处 这个白姑娘不曾修行 但却医术惊人 尤其是用药 就连九剑仙的师父 虚言子老道都是佩服不已 风大仙人和他师父之所以能医术了的 皆是因为他们是修行中人 时常能用道法行医 故而能治百病 但那位白姑娘纯粹是用医术救人 不灿杂任何旁门神通 所以说他厉害啊 不过风大仙人一直觉得 死鬼师父每次说到小要仙的时候都是美飞色舞 佩服的不行 除了是因为他医术精湛 也是因为他长得很好看吧 温文尔雅 言行举止都是慢条斯理 不是风大仙人喜欢的类型 但却是虚言子老道的菜 两人都是满肚子大道理 能聊到一块去 姐夫 快看 京都 风大仙人正在想啊 那小要仙并非修行中人 眼下时过百年 他早该不在世上了吧 这便听到秦宇一声呼喊 然后便是使劲摇晃着他的胳膊 摇就摇麻 还老把他的手臂往他怀里搂 让他不得不去蹭那两团雪白 嗯 看到了 风大仙人懒洋洋地应了一声 京都不就京都麻 至于那么激动 想当年 皇帝老儿请他喝酒 御灵君开道 他都懒得来 不过一眼望去 百年过去 京城的变化也很大 似乎再也看不到那高高的城墙 以及城中的酒房密布 除了高楼大厦 还是高楼大厦 出到京城的酒 那可真是鸣酒会脆 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 一会把小丫头安顿好了 他要四处去找找看 姐夫 下车后我们直接打车去京都大学好不好 然后就在那边找个宾馆住下 秦宇依旧是激动不已 他早就想好了 住在京都大学旁边 这样一来 就可以天天泡在京都大学了 行 随你 风大仙人答应了 既是陪他来的 自然是随他折腾了 得了 一会我先去京都大学逛一圈 然后回来给你就给你揉腿捶背 我秦宇说话 书一不二 秦宇欢笑着 不断拍着自己发育太过正常的胸脯 一双大眼笑眯成衣调缝 对此 风大仙人只是欢笑 他陪他来 可不是想他给他揉腿捶背 当个小丫鬟 只是不想让小丫头失落罢了 他明白一个人想得到一样东西 但却得不到是一种什么感受 当初他在山里闭关 思念美酒而不得 那真是度日如年啊 京都大学 华夏一流大学 光是校区 就比宾湖大学大好几倍 而且校内风景也是赛公园 当然 最值得称赞的是 校园里的建筑 以及一草一木都很有历史韵味 不像那些没有底蕴的学校 崭新的教学楼 崭新的道路和树木 看着就像是经济开发区 刚盖的写字楼一样 毫无书生气 风大仙人总算明白 为什么秦宇丫头喜欢这个学校了 不是对名校的向往 而是这里的确有她的罪人之处 这么说来 这丫头平日里疯疯癫癫的 骨子里其实还是蛮有品味的麻 不过青春如桃花般灿烂 哪个学校似乎都一样 凤青阳和秦宇住的是京都大学北门的学子客栈 明约客栈 其实就是宾馆 档次不高 但还算干净 所以秦宇就选择了这家 哪知当拿了钥匙上楼 迎面就看到一对对情侣下楼 有的是甜蜜的腻在一起 有的则是还有些羞涩 男的走在前面 女的羞答答的走在后面 虽说今天是周六 可现在是下午四点啊 大百天的就来宾馆邂逅 这也太猴急了点吧 这里除了京都大学 再无别的学校 所以这些人显然都是京都大学的天之骄子啊 不过封青阳和秦宇两人看他们是面待窃校 他们看他们俩也是会心一笑 估计是以为他们俩也是来邂逅一下的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姐夫 你先休息一下 我一会就回来给你揉腿捶背 进了宾馆 秦宇便是扑通一声扔下大背包 然后急匆匆的出门了 想必是去一睹京都大学的风采了 慢点啊 凤青阳嘱咐了一声 心中则是好笑 年轻真好 他年轻的时候比秦宇丫头还疯呢 看看房里 是一个标间 两张床 于是他愣了愣 怎么不是套房 两张床在一起 这晚上怎么睡啊 他还以为这里和他以前住过的一样 是一个大套房 大家虽是住在一个屋檐下 但各有各的房间 打指这屋子只有一间 虽是两张床 可是他和秦宇这么睡 恐怕不大方便吧 他倒不觉得有什么 在他眼里 秦宇只是个丫头而已 但他是个大闺女啊 总该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吧 这也太简陋了 算了 晚上再说 老夫也出去转转 风青羊扎了扎嘴 然后顺手关上房门 也出了学子客栈 风大仙人轻描淡写的来了 跟那井晶朝里面的人儿 没什么两样 随着浪涛滚滚而来 水滴而灿杂在大浪之中 很不显眼 没人能注意到 实际上确实先入龙城 大地斗三斗 最先收到消息的自然是龙祖了 龙祖的大本营就在京都 而风青羊作为龙祖的座上宾 刚刚还在飞流献立了大功 眼下他来龙祖大本营了 龙祖能装作没看见吗 自然是要想办法接触一下 好引着这位龙祖的王牌回家看看 否则让人家怎么想 龙祖的王牌 连龙祖大本营都没去过 显得不清 再者便是燕门现在的大当家 燕修 这家伙还有一个身份 那便是京都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常年在这里研究诗词的 燕门先前是天下第一先门 后来虽然被风青羊给踩了 但风青羊还是给燕门留了一颗种子 那便是燕修 这样一来 燕门就算不敢以天下第一自居 影响还是有的 这不 现在各大先门还是在燕修的领导下 跟在风青羊屁股后面转了 而燕修他老爹燕永卓一再交代 让燕修多和风青羊接触 这对他的修行很有帮助 眼下风青羊来了京都 他当然不能错过这么难得的机会了 先前在唐峰小镇 他们已经见过一次了 但是风青羊没给他表现的机会 现在又有表现的理由了 他岂能不把握住 他常住京都 风青羊来了 他款待一番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接触 毕竟风青羊不是一个人来的 万一大先人是西美游玩 很隐私的 他冒冒然的去了 岂不失礼 那就是抱大腿没成 反倒踩着人家脚了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燕修和龙祖那边一样 都是急得团团转 想来给风青羊接风 但又怕冒失了 苦恼啊 第362张天底下 没有比他更拉风的人了 物是人非 当年的雅去已不在 端地无趣 在外面晃了一圈之后 风大先人便回来了 除了皇城一角 剩下什么都是大便样了 无论是他曾经比较喜欢的 京城第一酒楼龙门客栈 还是明文侠尔的八大胡同 都已经不见踪影了 真是无趣 与其跟着那群嘟嘟嘟的 汽车怪物后面吸毒器 他还不如回来坐着喝酒 陪秦宇逛京都大学也可以啊 最起码那里很幽静 姐夫 你回来啦 风青羊刚走到宾馆门口 就看到那里立着两个女孩子 短裙丝袜空那位自然就是情语丫头了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马尾辫女孩 虽是皮白柔嫩身材玲珑 但穿着却很朴素 正在冲着风青羊微笑呢 目光中满是惊讶的神色 他就是你姐夫 好年轻落 不等风青羊走过去 女孩子便在秦宇耳畔低语了一声 伴着哥哥的爽朗笑声 那当然 年轻帅气的有目有 秦宇自豪一笑 随即拉起风青羊的胳膊 笑着介绍那个女孩 姐夫 她是我高中同学周云尼 人家现在可是京都大学的高材生哦 姐夫好 马尾辫女孩周云尼紧跟着喊了一声 消瘦但却白皙的脸庞上 献出两个大大的礼窝 你好 凤青羊笑着应了一声 怎么样 姐夫 京都大学的高材生 细致就是不一样吧 秦宇淘气的性责到哪都一样 无论是在宾湖 还是在京都 什么啊 当年你要不是天天躲在课桌下面画画 你也能上京都大学的 你的各科成绩都比我好 周云尼被闹了个大红脸 什么叫京都大学的高材生气质就不一样 考入京都大学了 人就进化了 只不过是人看人总爱戴有色眼镜罢了 对了 晚上我们去哪里吃啊 你是东道主 你不但要做东 还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 只是不等周云尼把话说完 秦宇便急忙冲上去捂住了周云尼的嘴 这事还能说 要是姐夫回去告诉老姐了 那她就死瞧瞧了 因为高考冲刺阶段心不在焉 不专心复习 天天画画完 所以没能考上京都大学 然后退居二线 上了宾湖大学 老姐肯定晦气地猛打她几下屁股 我没意见 但是呢 不知道高雅是怎么也知道你来了 所以她老早就跟我说了 说她跟她男朋友今晚在京都大酒店设宴 请你务必赏光 周云尼拉开秦宇的手 还在她小满腰上挠了一下 似乎很想说 都上大二了 这家伙怎么还跟以前一样 活泼地像个孩子 只是说到高雅的时候 她不禁面露苦涩 高雅也是他们的高中同学 当年成绩不如他们 然后花钱进了京都大学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 上了大学之后 那家伙处处都要表现得比他们强 加入各种学校社团出风头也变罢了 还靠她那三分姿色 把京大四少之一的陈允杰 虽说她是使出了36班5亿 72种神通才得手的 但她说了 这就是本事 生得好干得好 都不如嫁得好 这样的人倒不是说讨厌 只不过周云尼和秦宇 他们都不太愿意跟她玩了 可能是觉得她没有气节 也有可能是因为看不惯她总是显摆 因此秦宇来京都大学参加精英赛 只跟周云尼说了 并没有告诉高雅 不知道那家伙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现在她要设宴给秦宇接风 却还是不去呢 去的话 难免又要听她显摆 看吃饭的地点就知道 京都大酒店 那可是京城时大名庄之一 很显然 高雅想让当初处处比她强的秦宇知道 她现在混得很好 不去 有点不给面子 再怎么说 大家曾经都是同班同学 人家主动请吃饭 都不给面子 有点不大妥当 所以周云尼想让秦宇自己决定 毕竟高雅琴的是秦宇 她周云尼只是一个陪客 去啊 有人请吃饭为什么不去 对吧 姐夫 秦宇爽快答应了 若是以前 她可能会犹豫 虽是心中高傲 但每个月只有500块生活费的她去了京都大酒店那种地方 肯定会心虚 连走路都走不稳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人家有年少多金的男朋友 她有年少多金的姐夫 谁怕谁啊 她就不信这世上还有比姐夫更牛的年轻人 是这个礼 风轻扬笑了笑 虽然她不知道这几个丫头背后都有哪些故事 但她能看得出来 都是一些小孩子脾气在作怪 秦宇能看淡 不枉认识她这么久 是有进步的 这么说定了 三人便打车去了京都大酒店 身为京城石大名庄之一 京都大酒店真不是一般的气派 要不是设计师有点瞎 很多东西设计的虚有其表 但却并不实用 这里都快可以和牧草谷相媲美了 酒店门口立着两个巨大的皮修 在旁人看来 那是很威武 但在风轻扬眼里 这玩意都是照著书上造的 真正的皮修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 毕竟这世上之人 见过皮修的有几个 呼啦啦喷的几十米高的喷泉后面 便是酒店大门 都快赶得上以前皇帝金鸾店的大门了 那叫一个富丽堂皇 就连站在门口的女营兵都是国色天香籍 大红色的金丝边旗袍包裹着高挑 极具曲线美帝身段 欢迎光临 请问有预约吗 一个外面照着美艳旗袍 里面却穿着印着小熊的可爱内衣的女孩迎了上来 笑着问道 很显然 来这里吃饭是要提前预约的 有 陈允杰先生的包装 答话的是周云尼 好的 这边请 陈允杰的名字很管用啊 小姑娘一下子来了精神 扭动着旗袍服包裹的丰满后臀 开始在前面引路 秦宇和周云尼是左顾右盼 虽是不出声 但脸上的惊讶之色 表露出了他们从未见过这么豪华的酒店 光是那些颇有艺术气息的吊灯 就让他们眼晕 风大仙人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吃饭喝酒的地方而已 搞得那么花俏有什么用 饭菜好吃酒好喝才是王道 哎呀 秦宇 好久不见 想死我了 刚到三楼的包厢门口 就看到一个穿着银灿灿的女孩迎了上来 一把抱住了秦宇 为什么说她是银灿灿呢 因为她除了穿着香满银珠的长裙之外 脖子上还挂着银链子 耳朵上也挂着银耳坠 就连头上的簪子也是银的 这哪是学生的模样儿啊 风轻扬知道 这应该就是秦宇的同学高雅吧 正在包厢里面四平八稳坐着的 应该就是她男朋友 正在打电话 一副很忙的领导模样 是啊 好久不见 就连风轻扬都觉得高雅没有学生样 更何况是秦宇 刚看到高雅的时候 她差点都没认出来 高中毕业才一年多 变化太大了 她记得当年的高雅也是一个清纯的姑娘 整天穿着隔着小挂和牛仔裤 脚上的平板鞋也永远是蓝百相兼款 这才一年多没见 她和周云尼虽是也有变化 但底子还在 瞧 周云尼虽然穿了高跟鞋 但下身还是牛仔裤呢 可高雅就太飞跃了 这行头 乍一看还以为她今晚要去参加京都小姐海选呢 这位是你男朋友 高雅看到了风轻扬 笑问了一句 两眼更是将风轻扬上下打亮了一遍 就像是在看风轻扬身上的行头值多少钱一样 目光中很快闪过一丝鄙夷的神色 风轻扬身上的衣服虽是料子不错 但全是没牌子的 一看就是从地摊上逃来的 穷鬼啊 不过也很合理 秦宇这样的没啥硬资本的姑娘 还不肯跟她一样 像现实低头献媚 那就只能找一个穷鬼 有钱有地位的人 谁喜欢这样的 人家找姑娘 是为了一个乐字 不是为了找祖宗 天天拱着 除非那个姑娘有着很大的背景 否则那些比喉还精的男人们才不会自己给自己找眉头呢 所以秦宇这样的 只能找个穷鬼 屈不知 是她家爆发户 没眼光 风大仙人的行头 都是她的爱图年光西找大师手工缝制的啊 有钱都买不到 不是啦 她是我姐夫 秦宇笑了笑 她能看得出来高雅目光中的鄙夷 不过没关系 她从不认为姐夫大人拿不出手 天底下没有比她更拉风的人了 好了 都别站着了 里面做吧 这时 正在里面打电话的陈允杰发话了 一副大腕气派 喊完之后 又对着手记好了几句 行了行了 就这么说了 我要吃饭了 几千万的事情而已 别烦我 二姐 她就是我高中同学晴宇 这是她姐夫 周云你你见过的 见陈允杰有点烦躁 高雅立马凑了过去 又是揉肩又是锤杯的 就差把她搂到她饱满的胸口消气了 都做吧 别站着啊 陈允杰冲晴宇他们招了招手 连站都没站起来 她能答应周云你摆这个宴 完全是因为她昨晚服饰的好 很卖力 否则她才懒得陪几个小地方来的穷鬼吃饭呢 姐夫 来 坐 大概是怕风轻阳会不高兴 所以晴宇坐下去的时候 是拉着风轻阳一起坐的 没办法 老同学 只能是咬牙一起吃顿饭了 虽然这顿饭不好吃 可是人家摆宴 直接不来 或者中途走人 都不太好 忍忍吧 只是没人知道 此刻外面有一个半成女服务员模样的人 悄然拿起了对讲机 轻语了一声 目标确认 那货正在京都大酒店吃大餐呢 第363章真正的牛人 夏田田同志 请注意你说话的口气 风轻阳同志现在是我们龙组的重要成员 什么叫那货 下次再有这种伤害同志情谊的言语 就罚你你去医护部当护士一个月 门外加班服务生那人便是龙组监察组成员夏田田 自从在燕山初遇封青阳开始 这位女娃娃就跟她结下了不解之缘 起初是因为风轻阳跟龙组老大唐仙刚说话毫不客气 对唐仙刚颇为尊重的他便盯上了他 而后便是兄贴之事 他又给他贴上了五尺灯徒子的标签 本还想着 等他进了龙组之后 身为监察组成员的他 一定要好好收拾他 起料 短短一个月光景 他没有收拾到他 反倒因为他是四处颠簸倒霉透顶 没办法 那家伙三次重拳出击 刹那间就成了龙组的大红人 不光是一直看好他的唐仙刚 就连青龙和白虎他们那几个龙组的台主子 都说了 风轻阳必定会成为龙组的王牌 关键是 他成为龙组的大红人之后 首先开出的条件就是 让他随叫随道 真是小缉妒长 他乃当今修行界第一高手 干嘛跟他这个为不足道的人过意不去啊 这不 把他害惨了 既是让他随叫随道 他自然就得长期潜伏在他周围了 然后不断向总部报告他的情况和行踪 平时倒还好 一边报告 一边骂他几句撒撒气 今天倒霉 不知道唐祖何时到了监控中心 一下子就听到了他的牢骚 然后他就挨骂了 不是啦 唐祖 这不 大家现在都是自己人了吗 说话没必要那么一板一眼 显得不清 不是吗 为了不被送到医护部当机器人一样的小护士 夏田田急忙换了一副嗓音 甜腻腻的说道 你能这么想 那是最好了 唐祖在那边说了一句令夏田田放心的话 不过很快 唐祖又让夏田田哭笑不得了 不过我看你的表情 似乎不是那么回事啊 不要到处乱看了 我们没有接入京都大酒店的监控系统 我能看到你的一举一动 那是因为我此刻不在总部监控中心 而是在京都大酒店吃饭呢 赤马 唐祖 您在哪一层 我一会上来给您倒酒 夏田田冲着离自己最近的摄像头微笑 心里则是早就骂开了 怪不得总部的人说 一早就没看到唐祖 原来唐祖亲自追封青阳来了 他就不明白了 那的封青阳到底有什么好 不就很难打麻 还有什么 至于让龙祖总负责人天天追着满大街跑吗 不必了 注意把三楼清空 一会我要和郭副市长一起下来给封青阳敬酒 唐仙刚应声了 无论是他 还是京都市副市长郭泰良 都不适合出现在公共场合 所以设置港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至于吧 老大 您是什么身份 居然要亲自来给他 夏田田要抱走了 唐祖私下里给封青阳敬酒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要在公共场合给他敬酒 这也太给他面子了吧 至于郭副市长为什么会出现在唐祖身边 他不难想到 郭副市长是负责京都安全的副市长 石泉副市长 京都市石泉副市长 能量之大 可想而知 但和唐祖比起来 他还是属于地方上的安全首长 得把唐老大当菩萨一样攻着 就算京都地方特殊 那也不行 毕竟唐祖的能量塞安全部长啊 眼下唐祖在京都办事 郭副市长能不陪着吗 哈 无独有偶 那的清诚资昨晚在龙祖监狱被人就走了 你给我说说 现在能迅速把这事扑灭 不让龙祖威严扫地的人有几个 唐祖在那边传来冷笑声 这事的确是奇耻大辱啊 重要犯人在龙祖监狱被人救走 龙祖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 这让人民以后怎么信任龙祖 所以这事必须迅速解决 否则龙祖就成天下笑柄了 什么人竟有这么大能耐 文言 夏田田也是大吃一惊 居然有人能从龙祖监狱把人救走 太夸张了吧 那里可是华夏最牛的监狱啊 导弹都轰不动 除了专门特警队之外 更有龙祖黄祖三个小队轮流指手 谁这么猛 居然能去那里捞人 让他想 他只能想到一人 那便是风轻扬 虽说他很讨厌他 但他对他的能耐还是很认可的 他觉得除了他 这世上应该没人这么拽了吧 可是他一直盯着他呢 这两天 他除了逗那个学生没完之外 啥也没干 所以这事显然不是他干的 再说了 星成姿就是他灭的 他为什么又去救他 逻辑上说不通 恰如唐祖所说 这事的确很严重 堂堂龙祖的专门监狱形同虚设 龙祖以后还敢把荣耀二字挂在嘴边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 还有空在这里跟你闲聊吗 唐祖叹息一声 得亏封青阳这次突然来了京都 否则还真不知道去哪找他去 兴隆他们都去防神社的人了 难道要让我这个老头子亲自出手啊 我明白了 老大 我马上清场 夏田田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之后 自然就不会再玩闹了 这事让唐老大亲自出手的确不妥当 唐老大亲自出手 那便意味着龙祖离被人一锅端已经不远了 这多丢人 滑下最牛的组织 被人不声不响一锅端 以后不用出去混了 那就只能轰这风清阳了 关键时刻 还得依仗这位怪胎啊 对于夏田田这边的一举一动 包厢里的风大仙人是听得一清二楚 不禁清明了一口酒 面露苦笑 堂堂酒见仙 都快成龙祖的马仔了 不合适 龙祖也真是没用 居然连一个人都看不住 不过这事也麻烦 他要是不管吧 那个清城资逃出来之后 肯定是第一时间找他寻仇 倒不是他怕有人来寻仇 被人寻仇的事情 他可没少见 来一个收拾一个呗 只是那是以前 他截然一身 怎么着都舒坦 但是现在呢 他身边有秦和 还有一帮小丫头 而且都不是每时每刻在他身边 他保护起来不是太方便 所以还是从源头灭活比较方便 可他不能总是给龙祖当马仔啊 他不嫌丢人 死鬼师父还嫌丢人呢 堂堂鼠山有先虚言则的爱徒 给人家当马仔 哎 所以看龙祖的表现吧 让他开心了 他就出手 不让他开心 他就先放一放 时机合适 再自己去抓那清澄资回来 大学老师 自己开了一家医院 那收入也很一般啊 大学老师是出了名的薪水低 待遇差 想着开一家医院补贴一下 家用也是明智的 但是在国内 私人医院都上不了规模 没办法 私人医院上规模了 公立医院怎么混 所以有些艰难啊 但其他人不知道外面的情形 尤其是陈允杰 正在那指点江山呢 一副大领导的架势 人家那可是牧草谷 我上次还在网上看到了 中医圣殿 很强的 高雅跟着附和 嘴上是在夸赞风清阳 心里则是美 再强也是私人医院 在国内 私人的东西路子太窄 混不出模样来的 所以说 晴宇就算找了个好姐夫 照样不如他 他男友陈允杰 可是精大四少之一啊 老爹是高校区区立医院的副院长 老妈是区立医院外科党组书记 都是官 要知道 京都的区立医院 堪比地方上的省立医院啊 更何况 高校区区立医院 是京都八大区立医院里面最强的一个 是领导经常来视察 很多全国性的疑难杂症 都是在那里解决的 尤其是血液科 那可是国内权威啊 因此陈允杰有多牛 一目了然 想来京都发展的话 找我就行了 别的不敢说 安排你去区立医院当一个主治医师是一句话的事情 听了高雅的话 陈允杰不禁撇了铁嘴 意思很明白 私人医院能牛到什么程度 为了凸显自己的能量 他向风轻扬举杯 不过风轻扬没搭理他 他便自己喝了 脸上满是不悦之色 是啊 我和秦宇是同学 所以我们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千万不要客气啊 来 秦宇 我敬你 高雅急忙帮男友圆场 心中虽是暗骂 那小子真不懂规矩 人家给他好处 他居然装作没看见 不过没关系 他们也只是炫耀一下自己的能量 并没准备真帮他 嗯 先谢了啊 秦宇笑着举杯 心里则是惭愧 让姐夫受委屈了 姐夫多牛的一个人啊 现在居然要陪他坐在这里 听一个二代歌吹牛 得 回去好好给他揉腿锤 被道歉好了 就连一旁的周云 你也是苦涩的笑 他早就料到晚上会是这个局面 秦宇和他姐夫是从小地方来的 不被高雅和他男朋友比试死才怪 郭市长 郭叔叔 好久不见 快快快 您上座 让小子好好陪你喝一杯 就在这时 两人推门而入 都是端着酒杯 陈允杰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人 那便是郭太良副市长 当即是豁然起身 赢了上去 同时吩咐旁边的服务生 再给我舔十道招牌菜 外加两瓶茅台三十年沉酿 丰先生 真是人生无处不相逢啊 我们居然连吃饭都能碰上 可令陈允杰大吃一惊的是 郭太良和他身边那位气宇喧昂的家伙 都像是没见他一样 然后静止走向封青阳 第三百六十四张价的好不如姐夫好 阿杰 这两位是 陈允杰傻掉了 郭富市长怎么会认识封青阳 再者便是郭富市长旁边的那个人 他既是生在仕途 也便看得出来 那人的能量在郭富市长之上 否则刚刚进来的时候 郭富市长不会走在后面 眼下笑咪咪跟封青阳打招呼的正是那人 封青阳只是一个小地方来的大学老师而已 怎么会认识这么牛的人 陈允杰傻掉了 高雅他们更是傻眼 不明白眼前的状况 只知道陈允杰摆出这副狗熊姿态 破门而入的这两人肯定不简单 尤其是高雅 很纳闷 那两人进来的时候 陈允杰迎了上去 那两人没搭理 反倒是直接上来跟封青阳打招呼 难道他们不知道陈允杰的能量吗 副市长 陈允杰瞪了他一眼 意思很明白 让他别多话 郭太良可是实权副市长啊 因此别说是他了 就连他老爹见了 也得是客客气气的 副市长 高雅张大嘴巴 心中更加纳闷 京都市副市长怎么会认识秦宇的姐夫 这个从小地方来的大学老师 而且还主动追过来敬酒 别说是他了 就连秦宇和周云尼也是有些呆滞 尤其是周云尼 心中欢笑 怪不得秦宇老说他姐夫很牛了 果然不一般啊 最主要的是 这下高雅傻眼了吧 郭叔叔 您快请坐啊 陈允杰虽然闹不清是啥情况 但还是热情招待着 小杰啊 这没你什么事 你快到一边坐好 郭太良想假装不认识陈允杰 但是这小子老是上来搭讪 不得已 他只能让他一边凉快去了 随即帮唐仙刚搬椅子 唐祖 您坐 哪能啊 丰先生还没说话呢 我哪能就这么坐上了 唐仙刚多坏的一个人 他现在是有事要找丰青阳帮忙 而且是关龙祖融入的大事 所以他显得是非常的能屈能伸 能够统领龙祖 除了他有能耐之外 和他的能屈能伸也是分不开的 要是到哪去都摆官腔 别说办不了时事了 手下不会有几个真正的人才 这年头的人才都是很个性的 要是在他们面前耍官腔 他们能出手才有鬼了 就拿当年那刘黄鼠来说 要不是能屈能伸 能把诸葛亮请出来 祝他平定三分天下吗 只不过唐仙刚这话一出 不但是陈允杰 就连郭太良也呆住了 只是听闻这个风轻阳能耐很大 没想到竟然备受推崇到这种地步 他不说话 唐仙刚都不敢就坐 怪不得唐仙刚刚刚进来 跟他打招呼的时候 他连里都没理 少在这里给我灌迷魂汤了 李亲自跑过来 是出事了吧 凤卿阳摆了摆手 让唐仙刚赶紧坐下 别整这假一套了 老狐狸 有事就封先生 没事的时候咋不见他 带几瓶好酒来看看他啊 真是什么都瞒不了封先生啊 唐仙刚呵呵一笑 然后凑到封卿阳耳畔 心声低语了几句 没空 刚刚这位陈先生说了 他一句话就能让我去区立医院 当个主治医师 有钱又有地位 所以我要去当医生了 凤卿阳摆了摆手 既是调侃 也是借唐仙刚的手打 陈允协一个耳光 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 仗着老爹老妈的世子 在外面冲大头算 那就让他栽点跟头好了 小杰 这是怎么回事 这话一出 不光是陈允协 就连郭太良都是险些 一口酒喷出来 他还以为陈允协是在 巴结封青阳 所以请他吃饭呢 哪知这小子居然在 封青阳面前摆谱 要给别人介绍工作 这种二代作风 他当然不少见了 借此来显示自己的能量嘛 只是最起码要先搞清楚 物件吧 封青阳需要他这么个 小二代介绍工作 还趋利医院的主治医师 人家连龙组的王牌 都不想干啊 最主要的是 陈允协的咸白肯定是惹风青阳 不高兴了 这要是把唐仙刚的大事给搅和了 别说是陈允协 郭太良有意要让陈允协 他爹妈都吃不了兜着走 龙组的事情能随便耽误了 郭叔叔 那的 这个 陈允协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副市长眼神不太和善啊 心中那叫一个苦闷 他怎么会知道 晴雨的姐夫拽到这种程度 看到没有 他和那位唐姓的大腕坐在那 副市长大人站着啊 而且那家伙还不给唐姓大腕和副市长好脸色 这的是多牛的人才敢这样啊 他居然在这样的人面前摆谱 这下是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了 只是 他怎么会想到 这么一个从小地方来的年轻大学老师 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都是高雅这个贱人害的 先前也不打探清楚 就拉他出来显摆 回头他要是有事 他必定不会让他好过 直接把他送到非洲当机去 他乃堂堂精大四少之一 怎么可以栽在一个 胸大无脑的贱货手里 晴雨 我们说的提己话 所以还请你和你姐夫不要生气啊 见陈允结荒了 高雅急忙拉着晴雨的手使劲晃着 心中则是哭泣 还以为是他非上之头变凤凰了 没想到变凤凰的是晴雨啊 要知道晴雨姐夫现在只要撇个嘴 就能让他男朋友完蛋啊 真是郁闷 他找了个精大四少之一的高富帅当男友 结果还是比不过晴雨 没办法 现在不是比的时候 要先把陈允结就下来才行 否则以后拉谁出来显摆啊 姐夫 晴雨凹不过 扭头拉了拉风轻扬的手 高雅和他男友的确很讨厌 可是大家毕竟是同学 不要赶尽杀绝了 不过他心中倒是蛮开心 他早就说了 他姐夫很牛 高雅不信 这下栽了吧 一旁的周云你早就傻掉了 怪不得晴雨现在又是高端手机 又是高端电脑的了 他们两既是好朋友 他便知道晴雨的家境 绝对是上大学还得办助学贷款的人 现在看似低调 但连一个手链都是好几千块的法国链子 显然不对劲啊 原来是找了个牛掰的姐夫啊 怪不得这家伙一张嘴说话 总是三距离不开他姐夫了 我可以出手再帮你一次 但是呢 你也看到 我这次是陪我家小丫头来玩的 我走了 她的安全谁负责 凤青阳导演没准备和陈允杰较劲 小破还一个 他跟他叫什么劲啊 只是想略为教训一下而已 所以晴雨说话了 他也就把那小破还抛到脑后了 至于唐仙刚的请求 小老头说话还算诚恳 那他就帮一下好了 反正这是他肯定要管的 他以前的江湖经验告诉他 斩草不除根 后患无穷 只是他要去办事 晴雨丫头谁来看着 这丫头要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出事了 回去之后 晴和丫头还不得哭失他的衣衫 不妥 家人以身相许 他岂能不怜乡惜玉 反倒惹他伤心 我 我负责 这话一出 唐仙刚和郭太良几乎是同时出生 唐仙刚是琢磨着 凤青阳替龙祖办事 龙祖理应负责照顾他的亲属 派两个皇族小辈过来保护晴雨就是了 而郭太良则是觉得 封青阳的亲属现在京都 作为京都方面 他理应做点事 外加从管辖范围来说 他是唐仙刚的下属 这种小事 他当然要替领导分忧了 所以两人就一同出生了 须不知 他们俩这么一闹 一旁的几个小丫头又傻掉了 尤其是高雅 心中嘶吼 晴雨现在要不要这么牛啊 来京都玩而已 居然是副市长直接负责他的安全 还有更大的领导 抢着为他保驾护航 你嘛 这年头嫁得好不如姐夫好了 就连晴雨也是慌了神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他天天在京都大学炮着 而且他又不是什么名人大腕 哪是要别人负责安全问题 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不过心底倒也是涌现出一种幸福的感觉 和姐夫一起出门就是拉风啊 我不管你们谁负责 掉了一根头发 你们都赔不起的 凤青羊摆了摆手 随即扭头对晴雨笑道 丫头 好好画画 姐夫出去溜个弯 明天天黑之前回来 知道了 姐夫 那你小心一点啊 晴雨点了点头 姐夫不在 他就去周云尼的宿舍住 绝对不让姐夫烦神 放心吧 凤先生 我们不但会负责这位小姑娘的安全 她的衣食住行 我们都会妥善安排的 郭泰良应声 京都大学的保护工作一直就很到位 回头她再把附近的便衣和特警全部调过去蹲着 绝对不会让这个小丫头掉一根头发 而唐仙刚则是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这位大腕不是很难说话 否则她都在想 要不要耍点昏招 请封青羊三温暖一下 看看能不能说服她了 最主要的是 封青羊说了 明天天黑之前会回到这个小姑娘身边 那便意味着她有把握一天一夜解决问题 真是太好了 龙祖的威名可以保住了 秦宇 回头麻烦你跟你姐夫多说说啊 千万不要记恨阿姐 算我拜托你了 唐仙刚和郭泰良刚刚涌着封青羊出门 高雅便一把抓起秦宇的手 带着哭腔央求道 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高富帅 不能就这么没了啊 是啊 你看 你和高雅是多年同窗 我们就算是自己人了 所以还请你务必在你姐夫面前多提点提点我啊 陈允杰虽然还是觉得抹不开面子 但她还是坐到了秦宇身边 点头哈腰的说道 放心吧 我姐夫没那么小气的 秦宇应了一声 随即拉起周云泥 差不多了 我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嗯嗯嗯 是有点晚了 我开车送你们回去 稍等 我先去拿车 陈允杰率先出门 颠颠地下楼了 这让秦宇和周云泥都是哭笑不得 刚刚他们来的时候 她似乎不是这个态度啊 第365章 岛国姐妹花南桃魔掌 京都 如亚茶座 两个姑娘背面而坐 慢条丝里地喝着茶 逛了一天了 还是毫无线索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说话的姑娘穿着一身干练的雪白运动服 配上她的活力身段 显得很有精神气 她正是郑维维 陪着闺蜜慕容天星连夜坐飞机来到京都 顺着京都大学寻了几圈 都没能找到风轻扬的踪迹 真是失败啊 两人都累了 于是找了这么一个雅致的四合院茶座 坐在竹椅上 慢悠悠地喝着茶 先放松一下 反正追着风轻扬只是想看看她和秦宇有没有问题 又不是朱金来的 所以没必要那么拼命 别急 她这人是祸事经 一会哪里出状况了 我们就往哪钻 绝对能找到她 坐在郑维维对面的自然就是慕容天星了 依旧是一身复古装 脸上满是淡然的神情 心中更是苦笑 正如郑维维先前抱怨的那样 她追到这里来做什么 担心她和秦宇有什么 那应该是秦贺担心的问题吧 她是她众孙女 怎么比她女朋友还紧张了 真是自找苦吃 算了 全当是来京都玩一趟好了 至于找她 不用主动去找了 那家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主动找肯定找不到 不如坐等时机 以她对她的了解 她到了京都 肯定安分不了 所以一会哪里闹哄哄 他们杀过去 肯定能看到她的身影 或是京 那你还喜欢的不行 郑维维哥哥笑着 说话之时 更是从桌下伸手去摸慕容天心的光滑大腿 胡说八道什么 她是我曾爷爷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 慕容天心险些是一口茶喷出来 公共场合呢 这浪妇居然摸她腿 这要是被别人看到了 还以为她们俩是那的什么呢 不喜欢的话 天天追在她屁股后面跑做什么 唉 约念啊 一个是曾爷爷 一个是众孙女 若是今生没有缘 为何偏偏遇见她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别挠了 赵赵都快被你挠掉了 郑维维先是昂头咯咯笑着 然后被慕容天心突袭了一下 当即是蜷缩成一团 京都市北边工厂区 废弃的车间里面 一个皮衣女子搀扶着一个白衣女子 蹲坐在角落里 前方摆放着废弃的钢材 堆积如山 正好将她们遮掩起来 因此只要她们不出声 是没人能轻易看到她们的 更何况 这里是废弃的车间 本就没什么人来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进来的时候 皮衣女子还是很小心地 处理掉了脚印和指纹 只因她明白 正在追她们的不是普通的远景 而是滑下龙祖 两人正是清成姿和她的妹妹清成红 清成姿是一袭白衣 是妹妹给她带来的白色裙子 尽管是将她的曼妙身姿展露无遗 但依旧无法遮挡她脸上的憔悴之色 能不憔悴麻 被封青羊直接用五行封印封住了魂魄 然后又被一堆小镇市名拳打脚踢了几十分钟 要不是滑下龙祖还算人道 把她带回去之后先是进行治疗 然后才送去关押 她估计早就一命呜呼了 曾是岛国忍树天才 就连她师父常穿戒衣都说了 在封印人法这一块 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才 结果却在正在崛起之灵栽了这么大跟头 要知道被封青羊封死了魂魄之后 她就再也不能修炼忍树了 她这辈子只能做一个比普通人身体还要弱三分的蝼蚁了 这让她怎能不憔悴 青橙红看上去比青橙姿要黑一点 可能是接受米国特训的缘故 不过她要比姐姐看上去有活力 不是说精神头 青橙姿现在的模样 呆头额都比她有活力 而是身段的活力和皮肤的弹性 这大概也是因为她一直生活在米国的原因 没有青橙姿的姿态优美 但却多出了爽快干练 虽说青橙红现在是效力于米国特工局 但一听说姐姐被华夏龙祖抓了 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过来营救了 这不但是违反了米国特工局的规定 也是拿自己的小命在冒险 对手可是华夏龙祖啊 但她不在乎 因为她从小就没了爹妈 她一直是和姐姐相依为命的 尽管在很小的时候 她就被米国特工局选中了 然后移民到了米国 而姐姐是留在岛国跟着长川大师学忍述 但他们俩每个月都会见一次 每次见面的时候 姐姐都会把新学会的忍述叫给她 否则她不可能在米国特工局 换上A级特工的头衔 近日也就没能耐从华夏龙祖监狱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姐姐捞出来 姐你先休息一会 我去四周警戒 到了晚上会有传送我们离开华夏 想到这里 青城洪不禁握了握青城姿的手 爹妈死得早 她就这么一个姐姐 所以她无论如何也要救姐姐出苦海 洪就留在这里陪我 好吗 青城姿很想劝妹妹走 华夏龙祖没那么好对付 就算出了龙祖监狱 想离开华夏 也是难于登天 但是劝了很多次了 没用 妹妹的脾气跟她一样 觉得很 一旦认定要做的事情 就绝对是死不回头 既是如此 他们两想逃出华夏 那就比较难了 所以她想着 一旦有事 她就直接自杀 这样妹妹就能了无牵挂地离开了 有了这样的想法 她当然想跟妹妹在一起多待一会了 从小便是跟妹妹聚少离多 没多少亲近的时候 临终前多看看 就当是弥补一下心中的遗憾吧 好好好 我哪都不去 就在这里陪你 好了吧 青城红苦涩一笑 心中则是想流泪 姐姐在她心中一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这次怎么弄成这样了 像是心中的坚强刹那间崩塌了 变成了一个担惊受怕的孩子 她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把姐姐变成这样的 然后杀了她替姐姐报仇 京都遍地是可以躲藏的地方 你们俩干嘛躲到这里来啊 害得老夫也跟着追到这鸟不下蛋的地方来 连一个坐着喝酒的地方都找不到 就在青城资青城 红梁姐妹温馨的依偎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不适去的身影出现了 在车间的铁架子乌梁上 半躺在那里 左手握着酒壶 不时的往嘴里送上一口 右手则是不知从哪摘来一片梧桐树叶 正在闪封了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 是你来的正是封青阳 这不禁把青城滋下了一大跳 他就是封青阳打趴下的 眼下见了他 能不慌吗 姐姐 就是他把你打伤的吗 而青城红则是豁然起身 看到姐姐的神情 他便明白了 这家伙应该是华夏龙祖的人 而且正是伤姐姐的那个人 这人果然不简单啊 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他们了 以他的逃跑手法 即便是美国特工局出动一票A级特工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他 不过就算对手来头很大 他也要出手 谁让他把姐姐弄成这样 红 不要管我 你快走 否则我立即死在你面前 只是 不等青城红出手 青城滋就颇有威严地说道 先前接受妹妹的搭救 那是他也还抱有一丝活着回去的心理 现在既然已经被华夏龙祖追到了 那他就只能死了 因为就算妹妹能耐再大 带着他这个脱油瓶 也不可能逃得走 与其姐妹俩同时命丧此处 不如死一个了 姐 你别这样 我有把握打赢他 这让青城红心中一颤 姐姐的用意他能不明白吗 略是这样 他越要让姐姐活着回去 吵死个人 你能不能打赢我 那是后话 你先从自己人手里活过来再说吧 风青羊咪了一口酒 漫不经心地说道 姐妹情深是让人挺感动的 但谁让他们姐妹俩都不干好事 专干一些偷金摸狗的事情呢 这就是报应到了 自己人 文言 清城资和清城红都是大惊 不明白风青羊这话是什么意思 而清城红更是戒备了起来 以防风青羊是在炸他们 然后趁他们分神的时候偷袭他们 你们俩都学过忍术 那应该都知道樱花散吧 风青羊翻了个身 看向清城资和清城红 姐妹两长得很像 都挺妖娆的 就是不走正路 可惜了啊 樱花散 清城资比清城红更懂岛国忍术 因此他很快反应过来了 一把推开妹妹 不好 红 快走 这里被人不读了 樱花散是忍术之中的奇门读术 无色无味 会让人在极为欢快的心情中 变得手脚无力 因为岛国人只有见到樱花的时候 才会真正地释怀 所以名曰樱花散 既是奇门读术 自然很难分辨了 即便是上人 也很难察觉 因此如果没有风轻阳的提醒 清城资根本发现不了 这个破旧车间四周 已经被人下毒了 毒气正在逐渐渗入车间 不 姐姐 要走一起走 清城红尚未察觉不妙 可是见姐姐花容失色 她也便明白情况不妙 但她怎么可能扔下姐姐 自己走呢 快走 你再不走 我就死给你看 清城资咆哮一声 只是清城资话音未落 便有十多个手持长刀的黑衣人从外面冲了进来 进来之后都是二话不说 高举长刀 对着清城资清城红两姐妹的面门就砍了过去 从她们出刀的速度和力量来开 她们都是岛国忍者 而且都是上人级别的 伸手不凡 第366章老夫不能忍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我姐姐是神社成员 你们居然也敢偷袭 清城红急忙赢了上去 心中大惊 还以为封清阳是在炸他们呢 没想到真有岛国人要对他们下手 这是太离谱了 她姐姐为岛国出生入死 现在身陷为敬 岛国不派人来就也变罢了 她来救了 岛国人还要杀他们灭口 这不是岛国神社的行事作风啊 岛国神社的宗旨是为国牺牲 失守了 了不起就是被组织抛弃 不会遭到组织的灭口 难道是其他岛国人做的 所以她赶紧亮出姐姐的身份 姐姐这次虽是帮岛国神社做事 并不算神社的正式成员 但原则上是受神社保护的 身为岛国人 这帮人竟敢对神社成员下手 他们就不怕遭到神社的报复吗 神社可是岛国最强的人者组织啊 不但如此 还有岛国政府做后盾 因此别说是岛国人了 就算是境外的人胆敢动神社的人 都会遭到他们的疯狂报复 不过清成红的恐吓一点用都没有 那帮人的攻势还是丝毫不减弱 那帮人不但刀法精湛 更是配合默契 十几个人围着清成红 其他人则是攻向清成姿 他们似乎早就知道了 清成姿已经失去战斗能力了 眼下能挣扎的只有清成红 因为只要把他困住了 杀清成姿简直是轻而易举 这让清成红是郁闷不已 左右手全部紧握军刺 不断突围 想护到姐姐身边 奈何总是力不从心 砰砰砰 迫不得已之下 他只好扔手雷了 先前潜入华夏龙祖监狱的时候 他是枪和手雷都不敢用 以免曝露目标 现在华夏龙祖的人已经追到他们了 就在乌梁上啊 他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先摆平自己人 然后再想办法图围好了 否则要是连自己人这一关都过不去 就别想从华夏龙祖手中逃脱 土盾 黑衣刀克门皆是一声喝 身前水泥地当即都是轰然崩裂 杀石堆积 在他们身前堆积成一道保护墙 众人的目光中都是浮现出一丝鄙夷之色 似乎是觉得清晨红居然用手雷 真是有失忍者之道 岛国人去了米国之后 果然就不一样了 一点忍者的气节都没有了 除了手雷之外 他该不会还准备用枪吧 好啊 那就让他知道是手雷和枪管用 还是忍术管用 再者说 清晨红身手不错的 现在居然用上手雷了 那说明他已经力不从心了 现在就力不从心了 以会岂不是更糟糕 这里可是遍布樱花散之毒 清晨红和清晨姿都曾修炼过人法 想直接用此毒来毒翻他们 恐怕要一些时间 这两人正在被华夏龙祖追捕 因此也就没那么多时间跟他们在这里耗着 这便是他们迅速杀进来的原因 因为恶战之时 这两人都会呼吸加快 到时候樱花散的毒就会迅速进入他们的体内 让他们俩很快变成小绵羊 恰如清晨红所料 他们并不是岛国神社派来杀人灭口 神社身为岛国的神圣组织 还不至于这么没品 除非是成员背叛组织了 否则他们不会对自己人下手 否则日后谁还会为神社卖命 他们是福布家族和白木家族派来的 福布梁太郎 白木精子和清晨兹一起栽在了华夏 这让他们的父辈福布长公 白木剑衣和白木俊雄很郁闷 本还想着跟清晨兹的师父 也便是长川界一大师一同来华夏报仇 奈何长川界一向神社妥协了 承诺只要清晨兹平安回到了岛国 他就不会来华夏闹事 免得影响两国邦交 清晨兹可以回去 因为他还活着 但福布梁太郎和白木精子呢 他们已经死在华夏龙祖手里了 是永远回不去了 父辈们岂能不为他们报仇 只是和华夏龙祖这样的神秘组织对抗 单凭他们几个人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他们决定托长川界一下水 让清晨兹以及前来营救他的清晨红 全部死在岛国 到时候长川界一还能不来岛国报仇吗 扑 很快 清晨兹便是身子一颤 狂吐一口鲜红 姐 你还好吧 见状 清晨红急忙是一个冲锋 用军刺逼退两个黑衣刀客 然后护到清晨兹身旁 清晨兹被封清阳废掉了修为 此时身子虚弱 动弹起来 樱花散的毒便很快入体 令他是一个亮相 直接倒在了清晨红的怀里 红 不要管我 快走 清晨兹虽是神色慌张 但却是有气无力 先前他还敢说 要是妹妹不听话 他就立马自杀 可是他现在恐怕是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行 要走一起走 清晨红不一 卧起军刺又杀了出去 他就这么一个姐姐 他岂能任由他被人杀 破印镇 见清晨红不断比划首饰 其中一个黑衣刀刻不禁暴喝一声 这些人似乎很清楚 清晨兹和清晨红的忍数 都是以封印渐长 因此他们也便是有备而来 赢 害 卯 卫 失魂封印 有 臣 子 赢 催眠封印 果然 清晨红是在使用封印人法 而且是一口气使出两种 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人 虽说单打独斗的话 这些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但这些人配合默契 他想打赢的话 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弱他们 就像他们用樱花散来削弱他一样 吃魂封印和催眠封印都能让他们动作变慢 这样他才有快速杀出去的可能 可是体内樱花散的毒正在蔓延 因此他出手比平时慢了 外加那帮忍者是有备而来 所以他的人法尚未释放出来 那帮人的长刀已经杀到他跟前了 荡荡荡 他急忙是一个倒翻 手中均刺挡掉了迎面而来的五柄长刀 但是动作过大 体内毒素迅速席卷 令他倒翻落地之时 势饶的一声吐出一口鲜红 身子站立不稳 险些是直接摔倒在地 鸿 星成资大惊 要是因为他 妹妹丧命异乡 他就算是死了 也没脸去见爹妈 于是他当机立断 冲屋梁上的风轻扬喊道 龙祖的朋友 我跟你回去 但你能不能让我妹妹平安离开华夏 他不是神社的人 对你们来说并无大用 所以就算我求求你 帮我妹妹平安离开这里 好吗 不 你放我姐姐回去吧 我跟你回去 我不但知道很多岛国的秘密 还知道很多米国的秘密 我通通都会告诉你们 见状 星成红也是恍然大悟 赤悟 上面不是还躺着一个高手麻 他们完全可以借力打力啊 两姐妹这么一吼 四周的黑衣刀客荒了 上面有人 他们怎么没发现 待他们抬头的时候 他们方才发现 上面的铁架子上果然躺着一个人 手里提着酒壶 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黑衣忍者们不禁都是急忙后退了一步 目光中满是惊慌之色 这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为什么他们一点也没察觉到 听清成姿那话的意思 这人是华夏龙祖的人 不会吧 他们在行动之前 明明有监视华夏龙祖的一举一动 趁他们不备的时候才下手的 这样才好嫁祸给华夏龙祖 起料居然有一个龙祖的人已经来了 事已至此 撤退是不可能了 就算他们可以放弃福布家族和白木家族的赏金不要 想必龙祖的人也不会轻易让他们离开华夏吧 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个龙祖的人连同那对姐妹一起干掉 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这样想着便有一个黑衣忍者纵身而起 长刀悄然劈向了梁上的风青羊 趁他喝醉让他永远沉睡 嗖嗖嗖嗖奈何 不等他杀到风青羊跟前 只见风青羊轻轻一摆手 堆在车间中央的钢材呼呼地飞起了十几根 如见一般以闪电之势刺向那人 只是眨眼功夫 十几根钢管就把那人扎成了刺激 且是扑通一声 被钉在了后方的墙壁上 一个标准的万剑穿星 外加悬挂式 这不禁让其他黑衣忍者又是后退了几步 目光中的惊讶之色变成恐惧之色 这个龙祖之人这么厉害 一摆手就干掉了他们一个弟兄 看来今天要死一大票人才能完成任务了啊 老夫最讨厌背后伤人的小人了 风青羊翻了个身 然后懒洋洋地说道 你们打你们的救世了 就当老夫不存在好了 只要不扰到老夫 老夫是不会插手的 反正对老夫来说 这两个丫头虽要带回去 但是死事活并不重要 求求你 不要让他们杀死我妹妹 接下来我什么都听你的 听到这话 那帮黑衣忍者是松了一口气 但清成姿确实哭出了声音 这是你们岛国人自己的恩怨 与老夫无关 老夫何必烫这趟浑水 老夫救你们一次 救的救你们第二次 外面还有一大拨人呢 烦死了 凤青羊捏了一口酒 然后摆了摆手 给我杀 文言 黑衣忍者们再次展开了攻势 心中吃惊 这个龙祖的家伙怎么什么都知道 居然连福布长弓 他们就在外面也知道 当真了不得 所以还是赶紧速战速决吧 免得一会这对姐妹真的说服了他 那他们就麻烦了 求求你救救我姐姐 我这辈子给你做牛做马 可以吗 而清成红则是扑通一声 嘲讽青羊跪了下去 外面还有人 那他今天是不可能把姐姐带出去了 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个华夏人了 第367章死鬼师父 为我骄傲吧 姐妹情深 令人动容 不过呢 你们两个修行之路都有问题 一个是导国师的伟达目的不择手段 一个则是洋人的盲目冲动 两人的恶习都已渗入灵魂 想重新来过 也不是没可能 主要还是取决于你们的决心 凤青羊悠然地答话 这样说 并不是说他准备救这两人 正如他所说 这两人能不能重新为人 要看他们俩自己的意愿 他只是顺手点醒一下而已 因为他是不会让他们死的 别看他嘴上说不管 让下面的两拨人自己折腾 其实是在让那两个岛国丫头知道走错路的后果 否则他才不会那么早出现 而且还告诉他们俩 这里面已经被人布下毒阵了 直接让两拨人打完 他再上来一锅端救世了 多省事 反正对他来说 把清承资带回去就行了 是死是活都不重要 只要让世人知道 没人能在华下犯了错 还能逃脱就行 不想他们死 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两姐妹情深 让他明白 这两个丫头也是重情之人 重情中人骨子里都不坏的 也是因为他能料到 这两个丫头要是死了 那后面肯定又有一阵子不能舒坦的喝酒了 岛国人为什么要杀他们俩 两个岛国丫头闹不清楚 他还看不出来吗 从那帮人的眼神交流 他就能看出来 那帮人是想杀了他们 然后嫁祸龙祖 然后引来岛国某势力和龙祖的火拼 龙祖现在就跟狗皮高耀一样 天天黏着他 到时候必定又是找他帮忙 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从源头上阻止这事的发生 岛不是害怕那群岛国砸碎 而是他懒得天天去陪他们玩 整天忙着拍苍蝇 哪还有时间喝酒啊 不幸福 因此一开始他准备对这对岛国姐妹斩草除根 现在也变变了想法 不准备杀他们 自然就要寻一寻了 就像是抓到了两匹猎马 准备杀来烤马肉吃 后来发现杀不得 要用来骑 那咋办 只能辛苦一点 寻服一下了 不过机会他给他们了 能不能把握住就要看他们自己的意愿了 否则他宁愿后面花一顿久的时间 先来把岛国的嚣张之徒杀的一个不胜 重新来过 这话一出 星成姿和星成红都愣住了 凤青阳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却像一个响亮的钟声 震得他们的心房是乱颤不止 一语道破他们的心解了啊 自他们开始学一开始 他们就一直在追求荣耀 完成任务是为了荣耀 做好事是为了荣耀 杀人害人也是为了荣耀 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蛮刺激 但越是往后 他们的心里也变多了一个声音 荣耀真的那么重要吗 当他们的双手沾满鲜血的时候 荣耀还真的那么值得骄傲吗 心中有这样的想法 奈何所处的环境依旧是 熏陶着他们继续去为了荣耀而战 不惜一切代价和不惜一切手段 直至此刻 人之将死 才有一个声音回应了他们心底的那个声音 是啊 恶习已经深入灵魂 最终换来了恶果 否则为荣耀而战 最终换来的是死于暗杀吗 显然不是啊 砰砰砰 老夫刚刚说过了 最讨厌别人背后伤人了 你们耳朵聋了 凤青阳与岛国两姐妹说话的时候 黑衣忍者们已经杀到他们跟前了 于是他一抖手 三道剑气打出 直接将冲在最前面的三人冲飞 三人倒地之后 都是吐血不止 喂 你刚刚不是说不插手的吗 其他的黑衣忍者都是急忙停了下来 有人用战斗的声音问道 插不插手完全看心情 怎么 你不服 凤青阳斜了那人一眼 右手又已经捏纸成绝了 我 服 服 那人本想在反驳 可见倒地那三人还在吐血呢 立马就软了下来 嘴上这样硬合着 手上已经在悄悄给外面的人发信号了 是要告诉外面的福布长弓他们 里面情况危急 让他们过来帮忙 毕竟他们只是拿钱办事 没必要碰钉子 然后全死在这里 如果你愿意救我妹妹 我愿意落法维尼 忏悔我这些年做过的错事 这时 青城赐贵了下来 朝着风青阳便是一个深深的跪拜 虔诚得很 不 请你救救我姐姐 以后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保证再无作恶 否则你随时可以取我性命 以你的能耐 完全不用担心我出尔反尔 青城红也是跪拜 不能总是姐姐为她牺牲 她是时候为姐姐做点什么了 那好 回头给你们介绍一个师父 你们的性命就交给她吧 我相信只要你们上境 她能引你们上正途 凤青阳说着 翻身从乌梁上落了下来 然后被手向外走去 与师父 秦和无疑是最佳人选 那丫头的善良能感染很多人 但是这两人身上的杀气太重 不能放到她身边 那无疑是让一只小白兔 天天带着两只大老虎 所以她准备把他们俩放到 众孙女慕容天心身边 以抱之抱 天心丫头虽是心地 和善 但脾气可不简单哦 绝对能把这两人 寻得服服帖帖 她会放拳的 如果这两人不听话 天心丫头随时可以开杀戒 那丫头的道横 虽然和清晨红不相上下 但她有飞剑在手 斩他们俩还不跟完一样 她自己懒得带了 有天心丫头要培养 还要顺带培养 那个郑维维 又有秦和和秦宇丫头 要斗着玩 哪还有空带其他人啊 剩下的时间都是用来喝酒的 耽误不得 哎 真没想到她这么散漫的游仙 居然也做起了大和尚该干的事情 那便是劝人为善 这让风大仙人心中不惊欢乐 死鬼师父 为我骄傲吧 明老不是一直说我整天不干正经事吗 这回总算干了一件正经事吧 多谢 文言 清晨姿和清晨红都是大喜 性命保住了啊 而且还可以重新来过 他们都想试试 都差点死了 还有什么好执着的 当然是顺着自己心底的声音去走了 车间外面 三人并肩而立 四周围招数十个黑衣忍者 三人正是福布长弓和白木剑衣 白木俊雄两兄弟 福布长弓的儿子福布梁太郎 和白木俊雄的儿子白木精子 都是死在华夏龙祖手里 他们当然要亲自来华夏执行复仇计划了 福布长弓是佩戴着五十刀 这是第二十八代福布伴葬的专门配刀 据说是第三代福布伴葬打造的 萧铁如泥 厉害非常 白木剑衣和白木俊雄都是背着两个大背包 乍一看还以为是两个上了年纪的登山爱好者呢 其实背包里面全是毒物 两人已经下定决心了 要是最终不能为儿子报仇 那就把这些毒物全部放在华夏 让华夏死上数万人 以宣泄他们心中的愤怒 什么 里面只是一个华夏龙祖的人 福布长弓正在训斥一个黑衣忍者 是的 我们看得很清楚 只是一个人 而且年纪不大 黑衣忍者低头答话 收到里面的告急信号之后 他们就过去刺探了 发现里面除了原计划中的两拨人之外 只是多出了一个华夏人 听他们的对话来看 那人应该是华夏龙祖的人 废物 全是废物 连一个年轻的华夏龙祖成员都摆不平 养你们有何用 福布长弓咆哮了一声 他现在是恨华夏龙祖入骨 因此最讨厌听到关于华夏龙祖很厉害的话 奇怪 我们亲手调配的樱花散 对那人是一点用都没有 白木剑衣和白木俊雄则是面面相去 樱花散本就是岛国的奇门毒药 现在又经过他们这两个大毒师的精心调配 因此即便是再厉害的高手 就算不被赌翻 也不可能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区区一个年轻华夏人而已 我们就先拿他来泄愤吧 福布长弓咬牙说道 一来是他迫切想杀几个龙祖的人来泄愤 再者便是 只是来了一个龙祖的人 杀之 照样可以杀死青城兹和青城洪 然后嫁祸给龙祖 挑起长川借义和龙祖的争端 到时候再来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给龙祖一记重拳 这样说着 一群人便涌向了废弃车间那边 恰逢风青阳出来 身后跟着相互搀扶的青城兹和青城洪 在后面便是刚刚那群被风青阳吓破胆的黑衣忍者 看到福布长弓他们来了 他们还是煞有其事的摆出了架势 毕竟是拿钱办事 要是中途软了 回头肯定拿不到多少钱 不过他们也只是准备摆摆架势 是不敢再上了 眼前这个华夏人太能打了 随便摆摆摆手 就摆平了他们之中的四个人 他们可不想死在华夏 到时候家里的漂亮老婆肯定会改投别人的怀抱 你们两个跟在我后面就行了 对于外面的情形 风大仙人早已是撂弱指掌 因此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依旧是被手慢步向前 哼 看来龙祖真是越来越不行了 里面全是毛头小子 看到风青阳 福布长弓不禁愣了愣 刚刚手下回报 风青阳很年轻 眼下见了 他方才知道 原来这家伙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年轻 这么年轻就能镇住他十几个手下 这便是他郁闷的原因 到底是华夏人太厉害 还是岛国人越来越无能了 于是他当即一挥手 站在他身后的数十个黑衣忍者 立马高举长刀 杀了过去 第368章一键定乾坤 北交工厂区那边刚刚有响动 京都市警方这边就反应过来了 当然 情报是龙祖给的 然后由郭太良副市长亲自指挥警方行动 按照龙祖的指示 警方主要是负责那边的治安 不让今晚的事情影响到市民的安全和生活就行 其他的不用管 这里可是华夏都城 全世界都在看在这里 所以不能出一点点差错 否则面子上过不去 龙祖发布的消息 郭太良副市长亲自指挥 这对京都警方来说 无疑是最高指令啊 因此一个个都是跑断腿 开始向北边聚集 不到半个小时 无论是街道上 还是高架桥上 就全是彩灯闪烁的警车 都在以时速160迈前进 郭太良的指挥车则是走在最后面 因为他还带着医护队 毕竟龙祖没说那边出了啥事 这让他们拿不准分寸 只是觉得既然是龙祖发布的指令 那肯定不是小事 还是带上足够的救护队伍比较妥当 免得到时候应对不及 医护队是从市院合格大区立医院抽调过来的 几十辆救护车排成长龙 紧跟在指挥车后面 车上的医护人员也都是各院的精英 开玩笑 这可是配合龙祖行动啊 外加又是副市长大人亲自指挥行动 半吊子能送过去丢人吗 不想混了 但换而言之 这对很多人来说 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参与这样的大行动 无疑能在简历上图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惊大四少之一的陈允杰 也便是前两天在封大仙人跟前耍酷的那位元哥哥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便去找他老爷子主动请营了 他老爷子也很想给他这个机会 但是不敢啊 虽说儿子一直在去医院挂名实习 但自己的儿子肚子里有多少祸 他能不清楚吗 这次可是副市长大人带队 要是出了篓子 他这个龟儿子这辈子也别想翻身了 但是陈允杰不想放弃 这事要是成了 以后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吹牛的时候 立马多了许多吹水的资本 和龙祖一起行动卧 躲拉风 最主要的是 在京都大学炮小妞的时候 这一招也很管用 毕竟女孩子都很崇拜龙祖这样的神秘英雄组织 于是他便厚着脸皮去找郭太良副市长了 不行 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 学生不可以参加 郭太良虽是很平易近人的见了陈允杰 但听了他的想法之后 他还是言辞拒绝了 这是实战 又不是演习 学生去了 要是出啥意外了 谁都不好交代 郭叔叔 是丰先生让我多尝镜 我才来的啊 丰先生可是我好兄弟啊 我女朋友高雅和他小姨子晴宇 那可是四年的同窗好友 现在更是整天腻在一起的闺蜜 陈允杰既是找到郭太良这来了 自然是有备而来 他知道郭太良很忌惮风轻阳 所以就拿风轻阳说事 那行吧 只不过你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听明白了吗 果然 一听到风轻阳的名字 郭太良松口了 风轻阳是一个连龙族老大都很尊敬的人 他拿好意思抹了那家伙的面子 得了 多谢郭叔叔 陈允杰美了 颠颠地上了高校区区立医院的救护车 然后立马换了一副面孔 指高气昂地对车上的人说道 想不想在这次的行动中立功啊 陈嫂这话问的 当然想了 陈允杰是副院长的儿子 大家自然都认识了 且多半是小轰着他的 那就听我了 一会下了高价 我们抄小鹿先杀过去 陈允杰颇为老道的笑道 啊 这样不太好吧 要是被副市长知道了 这让车里的白大挂门不惊都是一惊 擅自行动 这要是追责起来 大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瞧你们这点出席 我会说我刚从副市长大人那里过来吗 陈允杰白了众人一眼 随即笑道 想要抢功 就必须要抢在其他人前头道 明白吗 放心吧 我有一个兄弟是大腕 连副市长都怕的 所以你们放心大胆地跟着我干就行了 白大挂门虽然都是善善一笑 但还是按照陈允杰说的去做了 正所谓县官不如县管 副市长那边且不说 陈允杰是他们得罪不起的 再说了 回头出事了 他们就把陈允杰推出来就是了 他是副院长的儿子 让他们怎么干 他们就怎么干呗 反正出事了不用他们负责 凤允杨那边 已经打过一波了 眼下废弃车间门前 只剩下凤允杨 清成兹清成红两姐妹和服部长公 白木剑衣白木俊雄 外加躲进车间的那几个黑衣忍者了 其他黑衣忍者全部躺下了 因此除了凤允杨之外 其他人都是瞪大眼睛 清成兹和清成红都是瞪大一双美目 先前他们只是知道凤允杨很能打 可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强盗这种地步 只是站在那里不断弹指 就把一票上人全部摆平了 至于躲在车间里的那些上人 都是先前在车间里面目睹过凤允杨身手的人 因此刚刚一开打 他们就躲起来了 所以安然无恙 否则恐怕也躺下了 而最为震惊的 自然是服部长公他们了 他们怎么会想到一个年轻的小鬼头 竟然有这样的能耐 他们都不是江湖后生 自然能看得出来 这小子是一个华夏修仙者 他们知道这一群体的厉害 只是华夏的修仙之道和导国的人法修行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日积月累 才能有所成就 这小子才多大 怎么就有这么高深的道衡了 剑衣老弟 俊雄老弟 请助我一臂之力 即便如此 服部长公还是决定一战 一来是 他就不幸他们这三个岛国前辈联手 都干不掉一个华夏小鬼 再者便是 他们这三人要是连一个华夏小鬼都干不掉的话 岂不被人笑掉大牙 好说 白木剑衣和白木俊雄也是这般想法 他们要是连一个龙祖的小鬼 都搞不定 重新活一次 那他们现在自然是站在他这边了 看到吸血风 不但是清晨姿 清晨红也是面露巨色 那是岛国毒物里面最厉害的一种东西 拇指大小的腰疯不但会吸血 还吸带剧毒 因此一旦被盯了一下 估计立马被送进米国的一流医院 也是救不回来的 更让他们觉得恐怖的是 那些吸血风还在白木剑衣和白木俊雄的指引下 摆出阵型向风青阳发动攻击 这么多吸血风 还摆阵型 这让人怎么招架 因此他们俩都很担心 风青阳能不能应付 毕竟风青阳不是岛国人 对这东西不熟悉 只可惜 他们俩现在连战都站不稳 根本无法助他一臂之力 剑风青阳直直地立在那里 并不招架 白木剑衣和白木俊雄都是面露喜色 心中冷笑 傻眼了吧 他们的吸血风可不只是能吸血 带有剧毒和百阵型末 还是百毒奇剧 也便是说 每个腰疯膝带的毒物都不一样 他们带着这东西 本是准备应对华夏警方和龙祖的 万一他们被围了 他们就放这东西 一招放倒一大片 然后趁机突围 现在先让这小子尝尝好了 保证让他愈先愈死 而福布长弓则是真的一声拔出了他的佩刀 披向风青阳 准备在他手忙脚乱招架腰风的时候 一刀砍掉他的脑袋 这样才解气麻 区区华夏小鬼也敢在他这个堂堂 第二十八代福布半葬面前逞强 这是自寻死路 难道是人真的以为福布半葬一脉的流水刀法已经没落了吗 他今天就让他们看看 流水刀法配上福布半葬的佩刀 到底有多快 有多大威力 就这些 唉 还以为你们有多大能耐呢 哪知 面对这样的猛攻 风青阳尽是醋眉苦笑 似乎是觉得这些太小儿科了 紧接着就看到他右手快速一饮 一柄手指长短的飞剑飘了出来 然后他猛喝一口酒 对着长剑便是扑的一口 剑火料源 不等众人明白这是啥玩意 令他们吃惊不已的事情就发生了 只见一口酒喷下去之后 风青阳跟前的飞剑便是豁然变大 足有三尺之长 剑气凌然 更令他们瞪大双眼的是 缠绕在飞剑四周的剑气 居然熊熊燃烧了起来 瞬间将漆黑的车间门前 罩得是一片通红 那飞剑只是在风青阳身子四周绕了一圈 熊熊烈火便将包围而来的吸血风 全部烧死了 吱吱吱吱的惨叫声势不绝于耳 伴着阵阵恶臭味 不但如此 那柄飞剑如火龙一般盘转一圈之后 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立马迎向举刀而来的福布长弓 然后就听见轰然一声巨响 福布长弓连人带刀 直接被飞剑轰进了地下 凶猛的剑气在那里凿出了一个方圆上百米的深坑 就连站在原处的白木剑一和白木俊雄也是被殃及到了 脚下大地崩塌 他们都是猝不及防 自然都是身子一歪 扑通一声 一同栽进大坑之中 第369章九仙有妙招 这是什么东西 清城姿和清城红虽然忍数学得不错 但终究还是后辈 听说过飞剑 但从未亲眼见过 因此一看到风轻阳出手之后 两人下巴都差点掉了下来 怪不得面对西血风和服部长弓的猛弓 风轻阳会面无惧色了 原来他手里有这么强的宝贝啊 两人都不禁是长输一口气 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啊 也是暗叹 幸亏他们选择了跟着风轻阳重新来过 而不是一味的错下去 否则现在被轰到地底下的就是他们俩了吧 飞剑 而服部长弓 他们则是认得出来 但也是一脸颤额 风轻阳这么年轻的华夏修仙者 怎么会有飞剑呢 据他们了解 目前整个华夏修行界都没人有这东西啊 即便有 那也只是拿来做做假把式 因为耍不好 所以威力并不大 还不用手握长剑来的凶猛 即便如此 也只有一些眉毛胡子一大把的老道 才能耍出假把式 可是这个年轻的小鬼 不但能破天荒地耍出来 威力还强盗爆 一般人耍飞剑 能耍出剑气就不得了 这家伙居然打出了剑火 而且还是熊熊燃烧的剑火 虽说他们知道 这可能是和他喷出的酒有关 但那也了不得啊 剑火之威可不是普通火焰啊 那万一什么东西都可以融化 堪比雷火 剑光雷火便是这个意思 三人都跟中了鞋一样 呆呆地躺在深坑之中 既是因为被震住了 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挣扎的力气 哼 你以为你赢了吗 我们饲养的吸血风 即便是死了 弥漫在空气中 也能置人于死地 剑锋青羊漫步走了过来 白木俊雄冷冷笑着 他们养的吸血风 可比一般的吸血风厉害多了 浑身是毒 活着能吸血散毒 化成了灰了 弥漫在空气中 同样是毒 而且只有白木家族的解药才能救 否则全世界的一流医院都是束手无策 凤青羊要想活命的话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跪下来求他们 因此这样冷笑着 白木俊雄和白木剑依旧互相搀扶着站起身来 这两人是制毒高手 所以道横都不怎样 刚刚封青羊的子火飞剑 只是余威震到了他们 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别开玩笑了 区区施粉毒还想置人于死地 难道你不知道施粉毒是从华夏传到岛国去的吗 这东西 即便是现在 随便去抓一个华夏中医来 也能解个七八分 文言 风大仙人不禁扑斥一声笑 他承认 如果被那些妖风咬到了 的确很麻烦 但那些妖风都化成灰了 还想作恶 也太天真了 吃粉毒要是放到韭菜里面 给人吃下去 服用过多的话 的确是非灵丹不能解 但弥漫在空气之中 让人吸进腹中 要笑就轻了 而且只需封住气门穴 便可以在这种毒粉空气中性走自如 这种东西 当年只有旁门左道才完 都上不了台面的 要是绝学的话 也不会那么轻易被岛国人偷学去 不是吗 吹 继续吹 你难道没有感觉到腹部胀痛吗 白木俊雄不幸 他的吸血风至今没有失手过 随便抓一个滑下中医就能解个七八分 做梦吧 是有点胀痛 不过呢 老你费心了 这是老夫喝酒喝多了所致 并非是中毒了 你的风毒无非就是长白山上的百毒草提炼而来 然后配上妖风的真毒 但是你可知道 百毒草泡在酒中 便是解百毒的良药 所以我刚刚撒酒的时候 其实已经把这里的毒全散了 风青羊悠然一笑 随即被手便走 这种下毒手法和当年的虫王比起来 简直是小学生和博士后的差距 虫王当年见了他 那可是撒腿就跑 免得被打 更何况是这两个小娃娃 剑火的确是他用酒催出来的 否则以他现在的道行还打不出箭火 这玩意可是技术活 不是谁都能用酒或者其他东西催出箭火来 但对他来说 这是以前常干的事情 面对强劲对手 体内真元不足 打不出箭火了 咋办 酒先有妙招 那便是用烈酒催发箭火 这怎么可能 文言 白木剑衣和白木俊雄都是一下子泄了气 风青阳刚刚那一口酒 不但打出了箭火 还灭了四周的毒 要不要这么神 但看他闲庭信部的样子 似乎真是这样啊 就连跟在他后面的青橙姿和青橙红也是面媒改色 那就说明这里并没有失粉毒了 白木家族术代人花费数十年时光苦苦经营出来的成果 人家一口酒就摆平了 两人顿时间都有些凌乱 心中的挫败感不言而喻 我的宝刀 代表着服部半葬荣药的宝刀 而一旁的服部长弓则是在死死兵着手中的长刀 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痛心疾首 被风青阳一剑轰翻 衣衫破碎 且是一片焦黑 嘴角不断涌出鲜红 两条腿更是变形了 但服部长弓似乎都不在意 他关心的是他的祖传宝刀 此刀历经二十多代人 一直都是服部家族的荣耀 没想到最终却毁在他手里 他能不心痛吗 看着手中那柄布满裂缝 刀锋如锯齿一般的残刀 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他的刀可以一下子把战斗机切开 锋利和坚韧程度可想而知 可是却在风青阳的一击之下就变成这样了 他知道是那家伙的飞剑所致 那家伙的飞剑有这么猛 那是什么材料做到 他不好甘心啊 就这么放了他们吗 见风青阳扭头就走了 追上去的青城兹不禁轻声提醒道 放虎归山可是杀手大计啊 你看 刚刚还说你们了 杀心别那么重 这么快就忘了 风青阳长生一笑 K 斯密码三叠西塔 用于道歉的岛国语 对不起的意思 文言 青城兹急忙站直身子 低头说道 是啊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即使决定忘了自己杀手的过去 怎么还能处处表现出杀心 青城兹和青城红都会一口流利的滑下雨 只有在紧张或者激动的时候 才会不自觉地说出母语 可见此刻青城兹的惭愧程度 我不喜欢杀没有挑战性的对手 他们自会有人来收拾的 风青阳笑了 这才对麻 要听话 否则迟早会被慕容天心那丫头打成肉球 他虽是身在此处 但原处的警车如潮 他同样是看得真切 显然 是龙祖的人来了 这事本来就是龙祖的事 让他们稍微好了 好 这么快就结束了 果然 凤青阳刚带着青城兹和青城红离开场区 龙祖的人就到了 青龙和白虎他们都去访岛国神社了 因此这次带队的是另外一个天祖成员 李明京 因飞刀绝技在龙祖是无人能比 故而人称小李飞刀 一直在西边处理阿三国的作乱分子 因此听说青龙他们在和岛国人斗得如火如荼 而且龙祖又新到了一个高手 他是新养男男啊 迫不及待想回来参战 顺便目睹一下那位高手的风采 打之机会来了 摆平了阿三国小贼刚刚回国的他 临危受命 前来协助高手对付岛国人 可他却来晚了 他已经跑得很快了 从南边总部跑到北边来 他只用了五分钟不到 一路上那可是逢高楼大厦过高楼大厦 逢车过车 就快赶上钢铁匣的速度了 可还是来迟了 那位高手出手要不要这么快 李确定这是他用飞剑轰出来的 不是导弹 看到地上的深坑之后 李明金不禁问紧随其后的夏田田 夏田田见过风青阳阿 所以只能问他 还有两个人去哪了 该不会被他悄悄留下 自己享用了吧 夏田田没有搭理李明金 这是不是很明显麻 那或能非见到百里之外杀人 在地上轰出一个大坑 有什么好惊讶的 他关心的是现场控制 岛国人都被戴上手铐了 独缺清城资和清城红 情报部门已经分析出来了 就走清城资的 正是他妹妹清城红 这让他不禁想到 以风青阳的风骚本性 绝对是他悄悄带走了 他的脑海中不禁出现一个不好的画面 一男两女 多么的令人不齿 他刚刚对他印象好点 他的老毛病就犯了 真是无药可救 不过对于龙祖来说 只要那两个人还在华夏的控制之中 就没事 夏田田敢肯定 只要风青阳开口 说那两人他要了 唐老大肯定不会拒绝 所以 田一纳的王八蛋了 真是重口味 颠导国人也喜欢 滑下美女玩腻了 恶心的家伙 报告长官 京都市高校区区立医院前来救援 就在这时 一辆救护车赶在警车前面出现在了夏田田他们跟前 一个皮白柔嫩的家伙率先冲了下来 煞有其事地向他们敬礼 先把他们抬上救护车吧 夏田田先是一愣 这小子哪里冒出来的 不过看了看 不像是导谱间谍 即便如此 在没有护送队伍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让人把重要罪犯带走的 先放到救护车里面简单治疗一下好了 得了 保证完成任务 来的正是陈允杰 抢到头功了 他是欣喜不已 于是急忙让车里的白大挂门下来做事 而他自己呢 则是四处转悠 看看能不能再立其功 这么一转悠 他就看到白木剑衣和白木俊雄的背包了 当即愣了愣 这是啥玩意 这货看就看吧 居然还伸手去摸了摸 然后他就悲剧了 第三百七十张 姐姐我就裸着了 怎么滴 真心郁闷 居然被挡回来了 你干嘛不亮出身份 你要是亮出来了 绝对能吓尿他们 京都北城 西亚斯宾馆 郑维维和慕容天心一起 推门进了两人刚刚开的房间 关门之后 郑维维的老毛病就犯了 一边发牢骚 一边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个干净 然后奔进浴室 开始哗啦啦的洗澡 两人本事琢磨着 哪里有大动静 就能在哪里找到风轻阳 那家伙很不安分 来了京都 肯定会把这里的水搅混 所以这两人整天都在京都大学炮着呢 一边暗暗监视情语 算是守株待兔 看看风轻阳会不会出现 一边观察着城里的动静 慕容天心混在京大 除了美艳动人吸引人眼球之外 再无其他过分的举动 但郑维维不一样 这家伙才去京都大学一天 就炼上了他们食堂的木桶饭 尤其是土豆牛肉饭 于是乎 他解开了慕容天心的钱包 一口气要了三桶 而且还要了一大碗香甜可口的酸梅汤 跟着闺蜜出来混 就是这点好 想吃啥吃啥 想玩啥玩啥 闺蜜不差钱 他曾爷爷身家几十亿呢 然后就引发京大食堂大围观了 学生们纷纷称呼他为漂亮的女汉子 幸亏加了漂亮两个字 让他是凤言大悦 否则他估计就要打到他们满地找牙了 谁规定美女就不能吃得多了 过程是很享受的 就是结局悲剧了点 刚刚吃饱饭 一大碗酸梅汤下肚 北边就有动静了 于是他跟慕容天心便呼啸着沙向北边 慕容天心只是吃了点水果沙拉 喝了一杯牛奶 跑起来自然是轻飘飘了 而他呢 吃得太饱 所以跑起来那叫一个累 香汉都把贴心小背心湿透了 这也就算了 结果刚到北边 就被那里的警方给挡回来了 没有龙祖和京都警方的许可 市民不得靠近 以慕容天心的身手 悄然过去 不费吹灰之力 但他不行 要是那里只有京都的民警什么的 他也可以悄然摸过去 只可惜 那里除了京都武警和特警的警戒线 还有龙祖的警戒线 他怎么混过去 他过不去 慕容天心自然也就跟他一起回来了 累了一声汗 他实在是跑不动了 于是便就紧开了一个宾馆 先洗个澡 然后好好躺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等休息好了再说 实在是太累了 下次再也不贪吃了 好了吧 要是亮出身份的话 风轻阳就知道我们在跟踪他了 到时候怎么解释 慕容天心应了一声 脸上满是贼兮兮的笑 谁让这小浪妞贪吃 结果撑着了 就开始怨这怨那 他是风轻阳的虫孙女 亮出身份 龙祖的人肯定会放心 而且会护送他们到风轻阳身边 到时候见到风轻阳了 咋说 来旅游 然后见这边出事了就赶来了 太假了 他在京都 他来京都旅游 事先都不跟他联系 怎么说都有破绽 到时候他肯定会在他头上打个包 谁让你是人家众孙女 结果整得比人家女朋友还上心 逐渐都捉到京都来了 郑维维还是牢骚慎重 只是很快 他粗心的毛病又犯了 哎呀 天心 我内衣在包里 帮我拿过来 哈 敢胡说八道 说我逐渐 还想让我帮你拿内衣 直接裸着吧 慕容天心懒洋洋的应了一声 他怎么就是捉奸了 他就是想看看风轻阳和那个情语 有没有问题吗 不知道为什么 经过这几天的追踪 他心中竟是多出了一种渴望 凭心而论 他自然希望曾爷爷和他未来的小姨子 没问题了 否则就太乱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似乎又渴望他们有点问题 难道是觉得 如果他们俩有问题的话 那他和曾爷爷为什么不可以 反正他现在是一副年轻人的模样 事情一开始就乱了 现在更乱 他为什么不可以跟着乱 只不过每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他就会立马自行扑灭 太雷了 太腐了 切 谁怕谁 姐姐我就裸着了 怎么滴 郑维维直接裹着浴巾出来了 雪白的浴巾不大 因此只是裹住了关键部位 他那柔嫩的双肩和雪白的双腿都是暴露在外 展现着无限的活力 还是穿上吧 像什么样子 可是令郑维维 以及瞧着二郎腿躺在床上的慕容天心 吃惊不已的是 一个熟悉的声音激化了 啊 你怎么来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最为吃惊的当然还是郑维维了 一扭头 发现来的正是风轻扬 他先是一愣 然后见风轻扬正在携他的眉腿 他急忙一个剑步 又钻回了浴室 怎么跟过来了 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你们两个小鬼在搞什么把戏 风轻扬摇了摇头 随即脉搏来到慕容天心跟前 伸手在他额头上弹了一下 他能感应到生灵之气 也便感应到四周一草一木的动向 更何况是人 虽说普通人身上的生灵之气都差不多 或强或弱 没有太大的诧异 但这两个丫头身上的气息 他多熟悉 所以他们俩还想背着他搞鬼 本都没有 你不是麻麻 我们只是过来玩玩 所以就没跟你说了 慕容天心刚刚从床上蹦了起来 就被敲脑袋了 不禁一边揉着脑门 一边边理由解释 人小鬼大 凤青阳颇为恋爱地看了小丫头一眼 随即手指门口 这两个人从今天开始 就跟你混了 是他 慕容天心这才注意到门口还有两个人 正是清成兹和清成红 他不认识清成红 但是清成兹 他很熟悉了 先前在唐峰小镇的时候 他们俩可是斗了一个多小时啊 那叫一个惊心动魄 妥妥的大坏人啊 曾爷爷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跟那个白小玲一样 又要收闺门下 好 每次跟他打完架的人 他都收了 这是什么意思吗 越是他讨厌的人 他越要收留 这是要气死他吗 最主要的是 为什么他每次收留的都是女人 而且都是姿色还不错的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不良动机 眼睛瞪那么大干嘛 这两个人我没空管 暂且给你当小丫鬟好了 你喜欢的话就喂他们一口吃的 不喜欢的话就砍了他们 风轻扬说着 镜子站到窗前 一边喝酒 一边欣赏京都夜色 不喜欢的话可以砍了他们 慕容天心呆了呆 这次不一样 不是曾爷爷收来玩 而是送给他做丫鬟 这还差不多 最起码不会让他觉得 他是一个时常见色起义的人 要劳西库欧尼格以西马斯 导国语 请多关照的意思 而清承姿和清承洪则是朝慕容天心一躬身 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尽管见到慕容天心 清承姿也很吃惊 原来风轻扬说的师父就是他啊 可是那又怎么样 不是决定忘记过去了吗 那还需要记着他们之间的恩怨吗 风轻扬让他们姐妹俩活下来的条件是 从此为善 而且他们也都想重活一次 那无论慕容天心怎么带他们 他们都不会有怨言 就当是为以前做过的错事忏悔好了 他对他们越凶狠 他们内心的负罪感就会越来越轻 不是吗 以后跟我说话请问华夏宇 慕容天心站起身来 郑生说道 好 既然曾爷爷赏了他这么两个特别的丫鬟 那他就好好寻寻他们 让他们以后都不会再作恶 好的 师父 清成姿和清成红相继打话 暂且别叫我师父 你们俩有没有资格做我徒弟 我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慕容天心煞有其事地说道 第一次做师父的感觉还不错 只不过他丝毫没有察觉到 他此刻的神态是像极了风轻阳 风轻阳平时训他的时候 就是这副神态 喂 天心 帮我把衣服拿进来啊 外面热热闹闹 躲在浴室里面的郑维维是集成衣团啊 不过心中倒是有一丝忌动 风轻阳刚刚看他腿了 可是他为什么说太难看了呢 以前他喜欢穿丝袜的 就是因为他说他不穿丝袜更好看 他现在才不穿的 他怎么还说不好看呢 真是的 帮他把衣服拿进去 慕容天心扔了一个包袱到清成姿手中 是 清成姿慢慢推开浴室的门 将包裹递了进去 好 怎么是你 什么情况啊 郑维维也认识清成姿啊 曾经的导国花魁 捡神社上人 大恶人啊 怎么会在这里 别激动 他现在是我的实习弟子了 对他温柔点 见状 慕容天心不禁是一阵好笑 谁让那丫头做事总爱丢三落四的 洗澡都不拿衣服 这下糗大了吧 不但被风轻阳看了 还被这个岛国姑娘吓到了 姐夫 来电话啦 姐夫 来电话啦 这时 风轻阳的手机响了 甜腻腻的手机铃声 不但把慕容天心他们吓了一大跳 也是让风大仙人哭笑不得 他记得他让秦和换过了啊 怎么又成这个了 不用问 肯定又是秦宇那个小丫头搞的鬼 怎么了 打电话过来的正是秦宇 风轻阳不禁粗没问到 淘气的丫头 他观察过京大那边 没出啥事啊 姐夫 你快过来一趟吧 我都快被那个女人馋死了 电话那头传来秦宇有气无力的声音 第371章名栋京城上 秦宇 求求你了 务必要让你姐夫过去看一看啊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秤新的男朋友 我不想就这么没了 经大校园里 碧草湖看 三个女学生并肩坐在巨大的鹅卵石上 正是秦宇 周云尼和高雅 秦宇依旧是雪白的T恤 配搭着淡蓝色的紧身牛仔裤和雪白的平底鞋 秦宇坐在那里 青春活力无限 周云尼则是一身碎花裙 朴素之余 便是文静 和湖畔其他正在低头看书的女学生一样 戴着黑框眼镜 手里总爱拿着纸巾 不时地擦一擦脸上的灰尘 高雅倒是一身名贵装扮 光是那件紫色的紧身裙就值两千多块 只不过有些透 也有些短 学生穿起来有些不合适 要是平时 看到这身打扮的高雅 四周的学生肯定会直溜溜地看着她 因为高雅的模样而的确还不错 又喜欢穿得暴露 不看白不看啊 她男朋友还是金大四少之一 这便意味着 高雅虽然人穷 但野心还不小 非金大四少之一陈允杰这样的人不跟 这样的人虽是遭到大家的鄙视 但同时也是备受关注了 无论是男生 还是女生 都很想知道她身上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竟然能把陈允杰这样的大嫂勾到手 不过今天呢 大家都不想看她 因为她已经哭成花脸猫了 只因陈允杰出事了 想去北边立功 结果不小心身中歧毒 现在正在高校区区立医院躺着呢 全身乃至全国的专家医师都来过了 依旧是束手无策 让陈家准备后事了 这可如何是好 高雅好不容易勾搭上一个高富帅 要是就这么没了 她日后的日子怎么过 再去勾搭一个 二手或没市场啊 所以她来求秦宇 秦宇的姐夫封清阳可是华夏中医圣殿的大院长啊 说不定有办法呢 就算没办法 她把封清阳带过去了 也可以让陈允杰的爸妈知道 她不是那种一见陈允杰没救了撒腿就跑的人 这样就算陈允杰没救了 日后陈允杰的爸妈说不定会看在这份情上 给她安排一个好工作呢 一切就指望秦宇的好姐夫了 于是乎 她是死抱着秦宇不放 好姐妹 好同学的喊着 就差喊妈妈了 对此 不但是四周的学生不想看她一样 就连一旁的周云尼也是昂头望天 懒得看她 陈允杰刚来京大的时候 还是有几分帅气的 可自从有了高雅之后 每天就剩下显摆了 现在栽了吧 红颜祸水啊 她还好意思在这里哭 还好意思求秦宇 前几天不还笑着鄙视一下秦宇的妈 好了好了 我姐夫说她马上就到 不过还是那句话 我不敢说我姐夫就有办法啊 秦宇头疼啊 晚上刚和周云尼在外面shopping回来 心情正好 结果一进校门就被高雅抱上了 又是哭又是喊的 要是别人不知情 还以为她抢了她男朋友呢 看在多年同学的份上 她只要给姐夫打个电话了 嗯嗯嗯 她能去看看 我就很感激了 高雅也顾不上淑女姿态了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抹着 她的所有光环都是陈允杰给的 她要是不在了 她在学校也就没什么好拽的了 还在乎什么淑女姿态啊 丫头 何事啊 三个丫头正说着话呢 风轻扬来了 看似诱然而来 但却速度极快 只是眨眼功夫 就到了秦宇跟前 这不禁让一旁的眼镜妹们 是纷纷服了服眼镜 心中皆是惊呼 该不是看书看久了 眼花了吧 刚刚看那人还在林荫小道上 咋一眨眼 她就到了这边了 姐夫 不好意思啊 可能要辛苦你一趟 她男朋友中毒了 正躺在医院呢 没医生能治 秦宇虽然也是惊讶 姐夫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但眼下她哪有空管这些啊 只觉得要麻烦姐夫一趟 很不厚道 吃姐夫的 用姐夫的 还老是麻烦姐夫 虽说她很喜欢拖着姐夫 跟她在一起很拉风 可是老是缠着她 她也会内疚的啊 姐夫求求你了 救救她吧 不等风轻扬答话 高雅就冲上来 一声啼哭 那叫声都快散母珠了 跟她的优美身段和漂亮脸 但是极为不般配 真会占便宜 健壮 一旁的周云尼不禁难难了一句 秦宇的姐夫 高雅叫那么轻 想干嘛 打个医院 风轻扬没答话 而是拉着秦宇就往外走 刚刚高雅那丫头一声吼 险些让她是一口酒喷出来 所以她还是赶紧闪吧 见到这种人 她本该扭头就走的 但是她怎么说 也是秦宇丫头的同学麻 去看看好了 不让秦宇丫头难做 高校区区立医院 秦宇笑答 一蹦一跳地跟在风轻扬后面 但小脸蛋却是红红的 因为风轻扬整拉着她的手呢 这还是她第一次被男生把守 她能感觉到 四周的京大学生们都在看着她呢 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 风轻扬带着三个小丫头 赶到高校区区立医院的时候 那里已经是盲成医团 要知道 陈允杰可是这个医院副院长的儿子啊 她小命堪忧了 上上下下能不盲成医团吗 高校区区立医院 算得上是京都区立医院里面的头牌了 堪比是医院 因此这里就不过来 转院也就没有必要了 不过陈允杰他老爹陈兮才还是不断练习牛人过来 不到最后一刻 他是不会放弃的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医院里面此刻是不断有车子进进出出 都是陈兮才在接送各路神通来救他儿子 丰族长好 丰青阳刚到医院门口 就看到门口的粗主子上斜靠着一个人 正在那漫不惊心的翻桌手机 夏田田也是很快看到了丰青阳 他的反应能力还是不错的 因此是立马站直身子 高声喊道 丰族长 丰大仙人愣了愣 他什么时候又多了这么一个称呼 是的 唐祖刚刚开会决定 生你天祖一组组长 园艺组组长青龙担任副总组 夏田田站直身子 以回答上司的口吻答话 心中则是谩骂 要不是你小子升官了 姑奶奶至于要对你这么客气吗 让他去抓那两个岛国妹子 他倒好 直接把人带回家了 这是假公祭司金屋藏娇啊 恰如他所料 唐祖不但没有追究 反倒是给封青阳升官了 他能理解 对于唐祖来说 只要那两个岛国女人没有逃回岛国 还在华夏的控制之下 龙祖的面子就保住了 华夏的面子也就保住了 至于他们两跟了谁 即将要去做什么 他并不关心 升封青阳的官 夏田田也能理解 封青阳刚刚向龙祖靠拢 就三番两次帮龙祖解决大麻烦 这样的人正是龙祖现在缺少的 所以唐祖肯定要想办法留住他 虽说谁都知道封青阳是一个怪胎 不要钱财 不爱名利 就是好喝上一口 因此高官厚禄对他来说 并不具备诱惑力 但龙祖也不能一点表示没有啊 封青阳还不是龙祖正式员工呢 就帮龙祖解决了这么多大麻烦 龙祖要是装糊涂 就算封青阳不介意 其他人恐怕都看不过去 只是夏田田还是觉得 唐祖太器重封青阳 直接把青龙祖现在的位置给了他啊 要知道 按照龙祖的惯例 天祖一祖祖长就是副总组的后辈 就拿青龙来说 让出一祖祖长的位子之后 他就成副总组了 也便是龙祖的副总指挥 副总指挥是总组长的后辈 但青龙的年纪和唐祖差不多 唐祖退了 他差不多也要退了 其他两个副总组也是这个情况 这么一来 唐祖退了之后会把总组长的位子交给谁 现在还不一目了然了吗 这家伙除了喝酒 就是逗小女生玩 堪当大任吗 可不管如何 封青阳现在是龙祖高层了 身为下属 他见了自然要客客气气了 否则便是没上没下 后果很严重的 组长 回去告诉唐仙刚 要是再给我戴高帽子 以后有麻烦就别来找我帮忙了 可是令夏田田郁闷不已的是 面对这样的虚荣 封青阳竟是淡然一笑 然后迈步走开了 天祖一祖祖长 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想坐上去的位子啊 很多人熬到死 才能成为龙祖的光荣一员 更别说是手握高端指挥棒 指引精英军团了 可是封青阳居然是一脸不稀罕的样子 要不要这么转啊 真不知道唐祖喜欢他一点 他来这里做什么 被封青阳一句话气糊涂了 因此直至许久之后 夏田田方才想到这个问题 他在这里 是因为陈允杰是在龙祖的任务里面出状况了 龙祖方面自然要派个人过来看看了 算是近人事 之所以是他来 那是因为今晚他奶奶来了 他奶奶可是京城神医啊 眼下面对陈允杰的状况 百一束手无策 自然会有人想到他老人家了 于是他便主动请婴 过来充当龙祖的慰问官 同时见见奶奶 只是封青阳来干嘛 这家伙是一个灾心 到哪都没好事 想到这里 他当即追了上去 姐夫 龙祖是什么 直至看不见夏田田了 秦宇方才凑到封青阳身边 心声问道 龙祖啊 那是一个专门干脏活累活的机构 别人干不了 他们救得上 封青阳随口答道 不 这样啊 那这个组长是不能干 太辛苦了 秦宇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 嗯 不能干 封青阳被逗乐了 唐仙刚这只老狐狸 想给他戴高帽子 那无疑是想往他身上拴一根绳子 让他日后逐渐成为龙祖的马仔 身为龙祖小组长了 有事还能想去就去 想不去就不去吗 你们这个是干嘛的 神医正在里面诊治重要病人 你们没什么事的话 就走开点 高雅刚领着封青阳他们走到陈允杰的病房前 就有两个保安栏了上来 第372章民动京城中 陈叔叔 陈阿姨 我是高雅啊 见状 高雅开始发挥作用了 冲不远处的一对中年夫妇喊道 他们便是陈允杰的爸妈陈席财和周红英 我带来了华夏中医圣殿 牧草谷的院长 想给阿杰看看 牧草谷的院长 文言 那边的不少人都是豁然起身 很显然 他们都是医生 听说过牧草谷 尽管外界是众说纷纭 有说牧草谷真的是华夏中医的一个里程碑 也有人说是炒作 一个年轻中医 怎么可能有那么大能耐 但不管如何 华夏中医的泰斗级人物 攀明 都去那里打杂了 可见这个牧草谷的创办人的确有些能耐 很多人都想前去拜会 奈何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没能得圆一见 今天居然在这里看到了 大家能不吃惊吗 牧草谷的院长 封清阳封先生 久阳久阳 陈席才则是急忙迎了过来 想跟风清阳握手 要是平时 说到牧草谷 他肯定会不屑一笑 也一门诊 难成气候 可是现在他儿子围在旦夕 多一个名医出现 便是多一份希望 因此他对风清阳的到来 还是很欢迎的 里面几个闪开 周红英也是急忙迎了上来 先是吃退了保安 然后抓起了高雅的手 小雅啊 你真是有心了 居然能把风先生请过来 阿姨 您客气了 只要能让阿杰好起来 什么我都愿意做的 高雅小技谋得逞 心中得意洋洋 但脸上却摆出一副特悲情的样子 这不禁让一旁的晴雨和周云尼 都是险些笑出声来 演技够可以的啊 刚刚在他们面前哭天喊地 估计也是演技在作怪吧 现在是京城明依白江雪在给全子医治 要是没有起色 还请风先生务必帮忙啊 陈席才亲自引着风清阳到了休息区 然后颇为诚恳地说道 如果白江雪能把他儿子医好 那他肯定就会立马让秘书来招呼风清阳 好酒好肉招待着 临走的时候再甩给他几万块钱 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他堂堂京都区立医院的副院长 哪有空陪野医门诊的小院长 太掉身价 但是如果白江雪治不好呢 虽说白江雪治不好 这个野医门诊的院长也不大可能治好 但事实总是好的 事关他儿子的性命 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他都会去努力的 好说 风大仙人随口应了一声 陈席才是什么样的人 他自然一眼就能看穿 不过他懒得理 这种总已全是衡量人的狗砸碎 他见多了 他会来这里 完全是不想让情语难做 否则他才懒得救小狗砸碎 他中的是一种名叫诗潮毒的剧毒 毒性很猛烈 一旦沾上 十秒之内就会植入心脏和骨髓 所以请恕我无能为力 不到一会 病房里面的白江雪出来了 是一个很和善的老太太 并没有穿白大褂 而是穿着一身朴素的灰黑衣服 头发花白 脸上布满沧桑 还戴着眼镜 但眼睛很有神 扫过众人之时 仿似能将众人的心事全部看穿 唯有看到风轻扬的时候 他不禁停顿了一下 似乎很纳闷 他看不透他 阿杰啊 你怎么这么命苦啊 文言 周红英当即哭喊起来 而四周的人呢 虽然都是摆出一副叹息的样子 但心中无不适暗爽 一来是 这种败类二代 死了最好 再者便是 刚刚他们进去给陈允杰瞧完之后 说没救了 一个个都是被陈允材骂的狗血淋头 说他们无能 现在怎么样了 京城明依不也束手无策麻 这说明不是他们没用 而是那小子中毒太深 神仙也难救 风先生 拜托你了 而陈允材则是抓住了风轻扬的手 明依百江学也是束手无策 那就只能让这个野衣门诊的小院长试试了 虽说希望不大 但也不至于这么快绝望啊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是啊 姐夫 拜托你了 高雅也急忙凑了过来 带着哭腔喊着 陈允杰的爸妈都在这呢 现在是表现的最佳时机啊 我尽力而为吧 风轻扬从陈允材的手里抽出了手 拉拉扯扯的成什么样子 见风轻扬迈步进去了 有些人试探过头去 想看看这个牧草古神医 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神 有些人则是收拾东西 准备回去睡觉 连京城明依白江雪都束手无策 一个小地方来的明依能搞定 即使白江雪输了 没得救了 那他们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吧 被陈允材以全是压着 他儿子的事情还处理好 他们都不敢动 现在他儿子已经基本确定没救了 他们还不能回去搂着老婆孩子好好睡一觉吗 奶奶就在这时 夏天天上来了 笑嘻嘻的来到白江雪跟前 京城明依白江雪便是夏甜甜的奶奶 否则这丫头怎么从小就会医术 而且还用银针把人打残了 当年他很恨 他出了事 家里人都不管他 包括奶奶 任凭他被少管所的人带走 要不是唐仙刚路过 觉得他可看大用 把他带回龙祖了 说不定他现在还在劳动改造呢 他清晰的记得奶奶当时说过 做错了事就要勇于承担 当时他不理解啊 奶奶怎么可以这样 他可是他亲孙女啊 他居然让他去坐牢 但是后来渐渐长大了 恨也就少了 大概是觉得奶奶当初的做法是对的吧 因此尽管依旧很少回家 见了家里的很多人 也依旧是不知道说点什么 可每次见到奶奶 她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这些年他一遇到医学上的问题 都会主动联系奶奶 然后奶奶都会给他详细解答 无论何时何地 奶奶都会第一时间回他电话 这让他明白 奶奶其实是很爱他的 我这边忙完了 我们走吧 见到孙女 白江学也很开心 准备两人一起去喝杯咖啡 然后聊聊近况 只是这是不方便在这说 人家那边马上要死人了 他们俩在说喝咖啡的事情 有点不适合 怎么样了 奶奶 治好了吗 夏甜甜点了点头 但还是多嘴问了一句 因为他发现 封青阳在病房里面 吃潮毒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的 这种毒别说是手去摸了 就算是轻轻碰一下 也要及时封住人体内的36大学 才能保住性命 所以白江学苦涩一笑 那他在里面做什么 夏甜甜明白奶奶的意思 那人没得救了 且不说及时封血已经不可能了 就算是当场就有不错的中医在 一口气封36大学 恐怕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吧 据他所知 只有奶奶可以 似乎是想试试看 还有没有转机吧 白江学也回头看了一眼 他今年107岁了 自然是老江湖 但不知为何 他刚刚偏一眼封青阳的时候 却没能把他看透 难道他真的老了 眼睛不灵光了 连一个年轻小伙子都看不透了 转机 零都没招 他能醒了 我看他又是在冲大头算了吧 夏甜甜终于明白 风青阳为什么来这里了 原来是来救人的啊 哈 他奶奶都没办法 他能把人治好了 他知道他懂医术 而且还很厉害 但是和他奶奶比起来 还是小屋见大屋吧 你这孩子 江湖多意识 可不能小瞧惹落 见夏甜甜冲向了病房 白江雪不禁也折了回来 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也是觉得 风青阳救活陈允杰的可能性不大 据他所知 能在诗潮读扩散之后 驱读成功的人 只有一个 只是那人恐怕早已不在这世上了吧 嗨 他是我同事 所以他有几把刷子 我还能不清楚吗 夏甜甜应了一声 随即站到病房门口 环抱双手 冲风青阳喊道 怎么样啊 风大高人 能救不 是有点麻烦 风青阳并没有回头 但他知道 是夏甜甜这个淘气的丫头来了 这还用你说 我奶奶都回天乏术 更何况是你 我承认 打架你很行 但是在医术上啊 你只配及我奶奶提携哦 夏甜甜一步一跺的来到风青阳跟前 一直找不到鄙视这家伙的机会 以解心头之恨 这次终于找到了 他心里那叫一个美啊 甜甜 不得无礼 白江雪瞪了夏甜甜一眼 他知道了 这人是甜甜的同事 那也便是龙祖的人 既是同事 就应该相互尊重嘛 哪能说这么难听的话 是吗 那如果我把他医好了呢 风青阳了啦 这丫头又来踏着捣乱了 看来要打屁股 哈哈 吹牛不打草稿 你能把他治好 我给你提鞋 夏甜甜也乐了 他奶奶这样的京城头号名医都搞不定 风青阳能搞定 他就不信这个鞋 提鞋就算了 到时候把屁股伸出来让我打几下就行了 风青阳说着 已经开始落衣袖了 你臭流氓 那要是你没治好呢 夏甜甜休脑 这家伙平时消遣他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当着他奶奶的面消遣他 叫他如何不恼火 我让你打屁股 风青阳没有看夏甜甜 而是掀开了陈允杰身上的被子 少臭美 鬼才愿意打你的屁股呢 你要是没治好 我就用银针戳你的屁股 怎么样 夏甜甜红着脸说道 风青阳又在消遣他 那好 他就让他常常下大美女的手段 第373章名洞京城 夏 甜甜 越说越不像话了 文言 白江雪再次瞪了孙女一眼 这丫头真是怎么也长不大 二十岁出头的人了 怎么说话还是那么直来直去 一点也不注重场合 和同事之间 平时开开玩笑没什么 现在外面站着那么多人呢 而且都是京城颇有名气的医护人员 这让人家怎么想啊 更何况 甜甜这次是代表龙祖过来当委问官的 更应该矜持才对 他倒好 居然在这里跟人斗嘴 这不是给龙祖抹黑麻 回去之后肯定又要受处分 而陈允材他们则是一阵振奋 他儿子病危 还有两人在病床前拌嘴 他本该很生气才对 可他不敢生气 风轻扬倒还好 他不知道风轻扬的来头 只知他是一个野医门诊的院长 但是夏甜甜呢 他是知道的 龙祖监察祖的人 惹不起 再者便是 听风轻扬的意思 他似乎能把人治好啊 那别说是拌嘴了 就算他们俩在病房里面打架 他也没意见 打坏了东西 算他的 旁边的医护人员则是另一番想法 不会吧 这小子真有办法救 连京城明医白江雪都没办法 这个牧草古神医有办法 他比白江雪还厉害 要知道 在京都一直流传一个说法 那就是白江雪束手无策了 全球的好医院都没辙 医术之高可想而知 风轻扬这个小地方来的明医 比他还牛呢 陈先生令狼这病 我确实有办法治 但是可能要让令狼受点罪 不知道你可有意义啊 风轻扬眉在大理下甜甜 小丫头骗子 等着被打屁股就行了 至于陈允杰身上的毒 恰如他先前所说 有点麻烦 因为时间担搁太久了 要是中毒的时候 他在场 瞬间就能给他解了 现在看来 毒气已经在小杂碎体内 扩散了两个多小时了 有些棘手 也难怪 那的白江雪说没得救了 单凭中医神通 恐怕只有一人能救 那就是他师父虚言子 不过他也有办法 那就是道法和中医的结合 只是一想到要耗损真元就一个小杂碎 他就有点不爽 于是他便决定来点狠的 没意义 没意义 只要风先生能把犬子救活 他吃点苦也是应该的 陈允材哪会有意见 只要有的救 别说是受点罪了 就算是割肉 劫之什么的 也无妨啊 嗯 那就好 风轻扬点了点头 然后一把抓起床上的陈允杰 当即就是一阵乱全 只见那陈允杰像沙包一样在屋里飞来飞去 同时不断吐出大片黑血 阿杰 见状 陈允杰的妈妈周红英心疼了 当即是一声哭喊 想上去阻拦 他儿子都这样了 风轻扬怎么还打他啊 这是什么医疗手法 但他却被陈兮才一把拦住了 刚刚风轻扬说了 要受点罪 他也点头了 现在又跑出去阻拦 那就太不讲究了 虽说他也闹不明白 风轻扬这是在打他儿子呢 还是在救他儿子 先看看再说 如果风轻扬是在救他儿子就算了 如若不是 他必定会让他十倍奉还 他儿子都这样了 风轻扬居然还拿他当沙包来玩 太狠了 不光是陈兮才夫妇 四周的医护人员也是恶然 这是什么区毒手法 别内伤没治好 又心天外伤啊 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 那不用这么折腾患者吧 就连秦宇和高雅他们也是呆住了 尤其是高雅 先前见秦宇的姐夫说有办法救 他心里那叫一个美啊 风轻扬是他找来的 等陈允结醒了 他的赏赐还会少麻 他都已经在悄悄脑补了 陈允结醒了之后 有人会把他哭着 向秦宇求助的事情说出来 然后陈允结康复之后 立马带他去法兰西浪漫游一次 鲜花大钻戒 漂亮的衣服 温软的大床 打只刚脑补到大床上的事情 令他险些惊叫出声的事情就发生了 风轻扬居然在打陈允结 这家伙是在救人吗 要不是的话 等他把陈允结直接打死了 那他也难逃干系啊 毕竟风轻扬是他找来的 陈允结的爸妈会放过他吗 他瞬间有了一种 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 温软的大床变成了刀山有锅 分工缺毒 唯有一人是老眼中迸发出火花 那便是白浆雪 分工缺毒法出自 清朝晚吉明依无迁的一宗经见 是利用点 揉按扣和刺等手法 将患者体内的毒分散 然后再将其一点一点的逼入蹊跷之中 慢慢流出 此法他听他母亲 小要先白浸竹说过 但他使不出来 不光是他 他母亲白浸竹也使不出来 因为此法对医者的要求非常 不但要能清晰地分辨出人体九宫 还要出手有力道 最好要以内力辅助 这样才能迅速散毒 最主要的是 出手要快 否则很难一口气分出九宫 将患者体内的毒一分为九 白家一脉 只学一道 不曾修炼 因此出征很快 但这种需要内力的医术 他们知道 但却力不从心 毕竟这是当年御医的绝学 御医可都是内外兼修的高人啊 白浆雪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他居然看到一个年轻人使出来了 就算这小子是龙祖的人 倒横够了 可他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医术这么精湛 当然 他这么惊讶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母亲说过 当年的御医王牌吴谦大师 创出了此法 明冻一时 但他死后 此法也就失传了 他母亲是从一个老友那里看来的 也便是他先前所想的那个人 据他所知 能救这位患者的 只有那一人 属山尤仙虚言子 他母亲说过 这世上会辞法的 估计就剩那老头一个人了 既是属山尤仙 时隔百年 那位早就是白发苍苍的家伙 应该得到成仙了吧 亦或是杜劫失败 死在哪个山洞里了 那他的独门医术是怎么传下来的 白浆雪清晰的记得 那老头只收了一个土地 而且死都不肯学医 即便那家伙后来想通了 学了 那他现在应该和他一样 也是百余岁的高龄 不会是一副年轻人的模样啊 难不成这个风青阳 是那家伙的徒子徒孙 哎呀呀 真没想到 今天遇上故人之后了啊 这么一想 白浆雪倒是豁然开朗了 因为他同时也在纳闷 风青阳的确是非常精妙地 使出了分工驱毒法 但是呢 一般人都在将患者在床上来回翻腾 而他却是将患者一顿毒打 他是老江湖 自然看得出来原因 无论是患者 还是患者的父母 都不是什么善类 稍微有些良知的医者都是两难 救不救 不救的话 有唯一道 救呢 不是又还给世上一个祸害麻 风青阳想必也是这方面的苦恼 所以他决定救的同时 也把小子抱打一顿 好让那小子在医院多躺一阵子 看看出来后能不能安分点 想到这里 白浆雪就更加怀疑这人 是不是虚言子有些赖徒的徒子徒孙了 他对那家伙很熟悉啊 就见仙麻 一个风骚诚信的家伙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普天之下 估计也就只有他会叫出风青阳 这么顽劣的徒子徒孙 真不禁达 达了斩茶功夫 风青阳停了下来 一巴掌把陈允杰扇回到病床上 然后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都已经极力地控制力量了 就是想多打一会 哪知道这个小杂碎身子骨太弱了 想必是时常泡在女色之中所致 好好的都是一个病秧子 更何况是眼下中毒之身 所以不能再打了 再打下去的话 估计治好了也是残废 阿杰 看到陈允杰是鼻青脸肿 蹊跷流血 比以前看上去更惨了 他妈妈周红英不禁趴到冰床旁 哀好了一声 然后扭头问风青阳 风医生 他怎么还没醒啊 一旁的陈允材也是目鲁胸光 意思很明白 这都蹊跷流血了 还能醒过来 看上去像是加速了他儿子的死亡啊 要不是有龙祖的人在 他都想发飙了 外面的医护人员们则是纷纷探案 一来是 还以为牧草古神 一风青阳多厉害呢 没想到也就这样啊 再者便是 大哥 就不活就不要乱来啊 他们能理解 看到陈允杰这样的 大家都巴不得他死快点 可不能做得这么明显啊 在陈席才跟前打他 这不是拉仇恨吗 陈席才可是京都区立医院的副院长啊 位高权重 只有白江雪这样的名医才可以藐视他 其他人敢得罪他 必定是美好下场的 这么一来 一直静静站在一旁的秦宇就慌了啊 他对姐夫很有信心 所以无论姐夫做什么 他都不会怀疑 可是这次姐夫失手了 不但没把人救活 还把人打成这样 这可怎么办啊 就连刚刚跟风青阳打赌的夏甜甜 都笑不出来了 他只是想比识风青阳一下 好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之气 不想他出事的啊 要知道 他要是在这里搞出人命的 不但他自己要倒霉 龙祖都要遭到指责 其他人都是各有各的想法 唯有两人是很淡定 那便是白江雪和风青阳 白江雪不禁有一种想笑的感觉 那便是这人越来越像九剑仙 还真是什么样的师父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啊 而风青阳呢 则是在那拿九树口 咕噜咕噜地来回倒腾 对于四周人的面部表情 他是毫不理会 扑 大概是觉得把嘴树干净了 他方才猛低一扭头 对着陈允杰的脸一口猛喷 哎哟 好疼 你妈啊 哪的王八蛋拿九泼老子 老子要杀他全家 这时 令所有人吃惊不已的事情发生了 陈允杰猛低从床上坐了起来 然后便是一阵哀嚎 第三百七十四张剑仙哥的喊的那叫一个甜 阿姐 你终于醒了 见状 陈允材和周红英都是急忙一把抱住陈允杰 激动的眼泪都下来了 他们的宝贝儿子活过来了啊 高雅也是一把带住秦宇的手 估计秦宇要是男的 他陪他一晚的心都有了 秦宇的姐夫帮他就活了高富帅 他又可以过上以前那种拉风的生活了 外加风青阳是他找来的 他这就算是立功了啊 回头法兰西浪漫之旅 大钻戒和温软大床什么的 都有了 秦宇也是开心 他就说麻 姐夫怎么可能会失手 姐夫是他见过的最拉风的人 而那边的医护人员们则是一个个瞪大眼睛 这就救过来了 一顿毒打就把人救过来了 而且那人还是连京城明衣白江雪都束手无策的患者 这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吧 且不说这毒打的医疗手法很离谱 光是那失潮毒 便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解的吧 众人都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风青阳 心中无不是震撼 这牧草谷的院长还真是年少医术高啊 就连夏田田也是一脸差恶 不会吧 风青阳这个王八蛋真把人救活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开心 是郁闷 风青阳把人救活了 那他就不会因为刚刚的殴打医疗手法被人记恨上了 不会给龙祖带来麻烦 只是 他的医术比奶奶还高 是潮毒毒性扩散了 都能治 要不要这么神啊 在他看来 奶奶搞不定的病情 世上基本就没人能治了 没想到风青阳却能治 他才多大 医术怎么可能就已经超过奶来了 他有些凌乱 最主要的是 风青阳真把人救活了 那按照先前他们俩先前半嘴说过的 他该把屁股伸过去 让他打几下了 不要吧 他下甜甜的美臀 岂能让这种人沾染 至于奶奶没搞定的事情 被风青阳搞定了 奶奶会不会很没面子 他没有多想 奶奶早就看淡这些了 他老人家可是历经沧桑的老江湖哦 哪会这么小鸡肚肠 妈 刚刚是哪的王八蛋拿酒泼哦 陈允杰被他爸妈一边一个紧紧抱住 也便看不到外面的情形 他只知自己身上很疼 像是刚被一百多人群欧过一样 更可恶的是 在他这样皮开肉绽的情况下 还有人往他身上扑酒 这是要疼死他妈 满青十大酷刑之一 有慕有 阿杰 不能这么没礼貌 风先生往你身上扑酒是为了救醒你 否则啊 你就再也见不到爸妈了 闻言 晨曦才笑着骂道 看似责备 实则疼爱万分 但他还是急忙起身 指了指封青阳 对于这个也因文诊的小院长 他本是没什么好感 尤其是刚刚看到他毒打他儿子的时候 他都想弄死他 可是现在 他不得不佩服 这小子的确医术惊人 连白江雪那的死老太婆都束手无策了 他居然还能把人救活 而且无需任何手术和药品 真是不简单啊 回头多赏他几万块好了 要是他愿意的话 也可以随时来他的驱立医院上班 风先生 姐夫 多谢姐夫救命之恩 那个 姐夫 我刚刚不知道是你 所以对不起啊 还请姐夫不要生气 抬眼看了一下风青阳 陈允杰是急忙从床上爬了下来 一脸紧张地说道 风青阳有多大能量 他爹妈没见过 他还没见识过妈 连郭太良副市长见了风青阳 都是客客气气的 这得多大的来头啊 这样的人刚刚救了他的性命 他醒了之后不说感谢就算了 竟然还是开口就骂 这绝对是找死的节奏啊 是啊 姐夫 他不是故意的 所以你一定不要生气啊 高牙也是急忙凑了过来 而且还拉上了秦宇 他很坏 这个时候把秦宇顶上去 风青阳就绝对不会追究 姐夫 陈允材夫妇都是有些障碍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一边纳闷 风青阳怎么就成阿杰的姐夫了 再者便是 即使姐夫这么亲的关系 失口骂了一句而已 至于这么紧张麻 于是他们俩一边也在把陈允杰往床上拉了 你这是孩子 身子还没好 快躺到床上去 不就是随口骂了一句麻 看把你紧张的 爸 我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个奇人麻 就是他啊 陈允杰在陈兮才耳畔低语了一句 啊 陈兮才险些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昨天他儿子跑回家跟他说 吃饭的时候遇上一个高手 很年轻 但连郭泰良副市长都对他毕恭毕敬 他当时还在纳闷呢 什么人这么能耐 不等他问清楚 医院那边就来电话了 龙祖发布紧急命令 于是他便让儿子赶紧去医院 机会来了 去蹭点业绩 哪知那人就是风轻扬啊 还好他刚刚虽是心里不把这个野医门诊的小院长当一回事 可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否则他就贪上市了 废话少说点吧 他的皮外伤你们自己搞定吧 不等陈席才上来巴结几句 风轻扬便被守出了病房 看到这一家子他就来气 那个陈允杰 被他打得脸都开花了 还不忘阿谀奉承 真是狗改不了吃事啊 他还是赶紧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否则保不准他又要有失前辈风范了 想个点子再把陈席才打一顿 比如说陈席才纵久和欢乐过度 肝脏和肾脏已经严重衰竭 需要打一顿才能好 打起来是很爽 可是他乃一介见仙 跟这等俗人较劲 难免有些自降身价 不是吗 这样独打一顿 就能把独解了 那群医护人员则是聚在白江雪四周 一个个都是满脸疑惑 理解不了啊 这是什么医术 西医不像西医 中医不像中医 从来没听人说过 暴打还能去读治病 清朝御医统领无先 大家都听说过吧 此法便是他所创 名叫分工驱毒法 难度很高 不是谁都能掌握的 因此也就失传已久 真没想到封先生竟然能使得出来 真是医学界的奇迹啊 白江雪随口应了一声 然后起身追向封青阳 他想知道封青阳到底是不是九剑仙的传人 分工驱毒法 众人皆是一愣 原来封青阳不是误打误撞救活人啊 天底下真有如此怪异的驱毒之法 而且还是吴大御医创出来的 最主要的是 白江雪既然给了封青阳那么高的评价 医学界的奇迹 要知道 能让京城名医白江雪折服的人 全球也没几个吧 大家无故是点头赞叹 原来牧草谷神医的故事并不是炒作 而是那封青阳真有能爱啊 奶奶见奶奶追向了封青阳 夏天甜不惊大惊 她正在暗暗庆幸呢 封青阳走了 似乎是忘了刚刚说好的打屁股的事情 真是太好了 她躲过了一劫 否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封青阳打屁股 她不要活了 哪知奶奶居然追了上去 她知道奶奶定是被封青阳的医术吸引住了 想跟她交流交流 可这不是在变相提醒封青阳 她的屁股还没打麻 使不得啊 封医生请留步 可否借一步说话 只可惜 不等下甜甜追到白江雪 她老人家已经追到封青阳了 笑着喊了一句 好啊 封青阳应了一声 便示意让秦宇和周云妮先回去 她随后回去 然后跟着白江雪去了 心中纳闷 这位京城明医是何用意 莫非是觉得她救活了人 拆了她的台子 都是明医了 不会这么小气吧 敢问封先生 可认识九剑仙 不 封先生不要误会 九剑仙是我的一个老友 白江雪引着封青阳到了急救中心门前的一个小亭子里 白石亭子不算大 但四周花草促涌 又有藤树爬满亭顶 吐着芳香 所以还算雅静 就是不远处蹲着一个鬼鬼祟祟的影子 有些煞风景 那个影子自然就是吓甜甜了 她很想提醒奶奶 和封青阳聊医术就行了 千万别提到她 否则她的屁股就要开花了 但她又不敢靠近 因为她一旦出现在了封青阳跟前 那就不需要任何人提醒 封青阳肯定就直接记起了这事 认识 不知你是 封青阳笑了 这个白江雪居然认识她 还是老友 她怎么没印象 不过这老太太说话还挺小心 大概是怕她不愿意透露太多 于是便直接说出了她和她的关系 过 家母白静竹 和九剑仙的师父 虚言子是顾骄 白江雪如实相告 要是能找到九剑仙 她的晚年就算不上市虚度了 因为认识虚言子和她徒弟 九剑仙那段岁月 是她和她母亲最开心的一段岁月 你是小辣椒 哈哈 真没想到 还能遇上你 文言 凤青阳反应过来了 这老太太是小药仙白静竹的女儿啊 她记得她当年跟着死鬼师父去小药仙的药炉玩的时候 小辣椒才六七岁呢 梳着两个羊脚便 可爱的不行 天天拽着她的衣角 求她帮她抓山里的小兔子 见仙哥哥喊的那叫一个甜 只是当时大家都叫她小辣椒 因为她一哭起来 那是地洞山摇 辣得很 因此她也就不知道她的大名 再见小辣椒 风大仙人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心中不禁觉得 今晚没白来 否则单单是就一个砸碎的小命 就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她也觉得没什么意义 这下总算有点意义了 小辣椒 只是听到这话 藏在亭子外面的夏甜甜 差点是一头栽在竹子上 奶奶什么时候有了这的拉风 个性又非主流的昵称 第三百七十五张 快过来叫见仙爷爷 你是听了风青阳的话 白江雪不禁愣了愣 知道她辱名的 除了她自己之外 只有三人 那便是她母亲白敬竹 鼠山游仙虚言子和她的爱徒九剑仙 连她老公都不知道 所以说 眼前这人一下子就叫出了她的乳名 那不是虚言子 就是九剑仙啊 如果说 眼前这人是九剑仙的徒子徒孙 曾在九剑仙那里听说过她的乳名 那也不可能这么随口就叫出来了 太不讲究了 毕竟她虽然比九剑仙小十几岁 但也是和她平辈的 他们修行中人不是最讲究论资排辈的麻 怎么可能这么没规矩 只是 眼前这人到底是虚言子 还是九剑仙 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 都不合逻辑啊 那两人要是尚在人间 一个最起码是两百多岁了 还有一个则是一百多岁 咋可能这么年轻 莫非他们已经修炼到长生不老的境地了 你这丫头 方才百年不见 你就听不出我的声音了 真是忘恩负一啊 亏我当年还没日没夜的帮你在山里捉兔子 凤青阳又笑了一声 想起当年在太行的那段日子 的确是一段美谈 除了豆小辣椒丸之外 便是豆死鬼师傅 每当她发现死鬼师傅扭扭捏捏捏 跟小药鲜白镜竹说话的时候 她就爱觉得好笑 平日李威风八面 自是能上九天揽月 下深海捉鳖的虚言子大尤仙 居然也还有羞答答的时候 笑死她了 只是有一些遗憾 她看得出来 死鬼师傅很喜欢白镜竹 但那老头却不敢表白 她比她大很多怎么了 她没有丈夫 却有一个女儿 又怎么了 大到未成 又如何 如果连自己想要的东西都不能去追 羞到还有个屁的意义 她想得开 但是死鬼师傅不行 所以就有遗憾了 见仙哥哥 真的是你啊 李怎么越来越年轻了 白江雪反应过来了 当即是眼睛一亮 高声笑了起来 见仙哥哥 这不禁让躲在一旁的夏田田险些 又是一头撞在竹子上 奶奶居然叫封青阳 这个嫩头轻微见仙哥哥 她越来越难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先是封青阳叫奶奶小辣椒 现在是奶奶叫她见仙哥哥 这到底是哪根那啊 就算这两人是早已相识的妄言交 那奶奶也不至于叫那家伙见仙哥哥吧 幸亏是她奶奶 换作是别人 她能恶心死 那货也配叫见仙 见仙不但要见法出众 人品也要杠杠的啊 她就发现她人品不太好 老爱讨论女孩子的兄贴 还见了美女就想弄回家 这不 刚弄了两个岛国妹子回去 哪有这样的见仙 再者便是奶奶一把年纪了 叫一个小年轻哥哥 这个有点乱 这个说来话长 你呢不错麻 以前那的连甘草和树根 都分不清的小丫头 现在都成京城名医了 凤青阳备手笑道 小辣椒以前和她一样 玩性很大 学东西很不上心 没想到一晃百年过去 她也成才了 还好意思说我 你当初不是说打死都不学医的麻 怎么现在把你师父的东西全学来了 白江学凡比试了一句 只可探一把年纪了 否则她真想像当年那样 使劲抱抱见仙哥哥 当年 只有她和母亲住在山中 无趣的很 见仙哥哥和虚言子老道的时常拜会 给了他们不少快乐 那虚言子老道不怎么理她 而是围着母亲大人打转 见仙哥哥恰好相反 天天带着她疯 迟至今日 每当追忆往事 她最先想起的还是那段山中时光 简单快乐 不像后来步入繁华都市 忙得连养小兔子的时间都没有 更别说是去山中捉兔子 学来学无用 不过现在发现 还是有些用处的 说到这事 封大仙人不禁是哭笑不得 她以为她想学的啊 还不是被那个臭牛鼻子逼的 那是 华夏中医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啊 白江雪看懂了 见仙哥哥学医必定是被逼的 想到那个逼她的人 她不禁笑问 对了 虚言子师父呢 她呀 可以说是得到成心了 也可以说是死了 凤卿杨孝达 对于修行中人来说 那是非生 但对于凡人来说 那可不就是挂了麻 小辣椒问起了死鬼师父 但她不会去反问白敬竹 因为她肯定是真死了 哈哈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俩还跟以前一样 一点也不像师徒 倒像是一个古怪的爷爷和一个淘气的孙儿 白江雪仿似回到了当年 山清水秀间 木楼坐坐 虚言子和母亲大人在那里晒药 而她和见仙哥哥在水里捉鱼 见仙哥哥总爱用飞剑去斩鱼 弄得水浪滔滔 然后虚言子师父就会骂她 紧接着便是两人隔江对骂 逗得他们母女俩都是笑弯了腰 她是你孙女 怪不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发现她跟你的性格蛮像了 凤青杨梅在带着小辣椒追忆过往 而是手指亭外 什么啊 当年的我就像她这样 一点也不听话 白江雪苦涩一笑 随即冲亭外喊道 出来吧 蹲在草堆里 就不怕那里面有蛇啊 奶奶 夏甜甜钻了出来 一边挠头一边往里面走 还以为这两人聊得很入神呢 不知道她的存在呢 哪知不光是风青杨察觉到了 就连不曾修炼的奶奶也发现了 亏她还是龙组成员呢 这潜伏的能耐也太迅了点 她知道安全距离 可是保持安全距离的话 她就听不见他们俩在聊些什么了 快过来叫见仙爷爷 白江雪颇为恋爱的笑道 这虽是辈分叫法 但她当年是真有这样的想法 长大后嫁给见仙哥哥 可是后来母亲大人跟她说 见仙哥哥最终是要成神仙的 所以小辣椒不可能嫁给她 而后她便出山嫁人了 便是下甜甜的爷爷 当年的京城第一要铺丹草堂的大少爷下延续 有谁知道出嫁前一夜 她哭成了什么样 又有谁知道出嫁前一个月 她都在找见仙哥哥的下落 后来她想通了 母亲大人说的对 见仙哥哥最终会成仙的 是不可能和小辣椒在一起的 想必这也便是母亲大人 怎么都不肯接受虚言子师父的原因吧 往事如烟 现如今想起来 还有点痛 不过已经不戒怀了 毕竟白江雪 早已经过了少女的年纪 见仙爷爷奶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夏天甜苦着一张脸 奶奶自己很另类的叫封青阳哥哥就算了 居然还让她叫封青阳爷爷 这怎么弄 就他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 碍于奶奶的威严 她叫己声倒霉什么 可要是到了外人 让人看到她叫一个看上去比她还小的家伙爷爷 还不笑掉大牙 详细原因你就不要问了 你只要记住 封先生是你奶奶的大胸肠 你以后要是再敢在她面前出言不逊 那就是目无尊长 明白了吗 白江雪颇为正式地说道 至于封青阳的身份 她是不会道破的 她虽不是修行中人 但却明白 修仙妙法如同一个公司的核心技术 是不可以轻易泄露的 见仙哥哥现在比百年前更年轻了 年轻到她一开始都没认出来 那便说明见仙哥哥神通大成了 此等神通 就算不是长生不老 恐怕也是相差无几了吧 即是如此 岂能泄露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啊 要是让世人知道这世间还有这等好东西 估计见仙哥哥天天会被人追杀 倒不是她信不过孙女夏甜甜 而是甜甜这丫头很单纯 万一中了歹人的道道 说漏了嘴咋办 保险起见就是不告诉她 这也是为了她好 否则一旦泄露 风轻扬要倒霉 她也逃脱不掉 肯定会有很多人追着她问这事的来龙去脉啊 啊 夏甜甜瞪大一双美目 那这家伙以后想打她屁股 不是可以随便打了 这如何是好 除非你不想认我这个奶奶了 令夏甜甜拉长脸的事 白江雪又补了一句 哦 夏甜甜喃喃隐声 眼睛却是写了风轻扬一下 心中郁闷 为什么她越讨厌她 就越是甩不开她 而且是越想收拾她 越是发现 她动不了她 而她想动她 不但有能力 连理由也是越来越充分 先是唐仙刚的爱戴 而后是天祖一组大组长 现在又是奶奶的大胸肠 随便拿个头衔 动她 她都不敢海嘴 郁闷啊 好了好了 不要为难小孩子 风轻扬笑了笑 看了看手机 晴雨来短信了 说是要请她吃饭 于是她便拱手告辞 那好 小辣椒 我先告辞 改天再去府上拜会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可是一直在家里候着哦 白江雪坦然笑道 能再晚年再遇见仙哥哥 她觉得这一生已经了无遗憾了 不要为难小孩子 目送着风轻扬离去 夏天甜嘴中南南 搞得跟她多大一样 她比她还大呢 她居然说她是小孩子 真是辈分大一级拽死人啊 少许 她不禁想到 对了 奶奶 她怎么知道我们家住哪 她连这个都需要我说 还配做你见仙爷爷吗 白江雪也是转身离去 脸上满是笑容 一边走 一边还不忘嘱咐夏天甜 甜甜啊 好好跟着你见仙爷爷学习 和她在一起的时光 必定能让你受用一生 还有 有空来家里一趟吧 你爸爸和你妈妈都挺想你的 好好跟她学习 有没有搞错 以后见了她 我得绕到三条街啊 否则就得把她当爷爷一样攻着 我才不干呢 夏天甜嘴上说哦 心里却是骂个不停 第三百七十六张姐夫 我一个人睡宾馆 害怕 话说 你姐姐能耐够大的啊 居然能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 这下就连你都跟着享福了 京都大学东门的穿菜馆里面 秦宇和周云尼凑在小圆桌旁 穿着雪白T恤 黑色短裙 浅白色丝袜和黑帮白底平板鞋的秦宇 是双膝并拢 双手脱腮 胳膊肘撑在桌子上 嘴角挂着笑容 而周云尼则是在一旁打去 今天在区利医院 看白衣束手无策 封清阳一出手就解决了问题 他并不是觉得很刺激 倒是封清阳暴打陈允杰那慧尔 他心中觉得好解气哦 不过秦宇的姐夫也真够牛的 当着人家父母的面 抱锤人家 人家父母都没意见 这时他还是头一次见 于是乎 心中不禁有些羡慕秦宇 有这么一个霸气的姐夫 到哪都不怕被人欺负啊 就拿那高雅来说 本还想着鄙视秦宇的 结果呢 被秦宇的姐夫吓成狗了吧 得得得 你又要说嫁得好不如姐夫好了 是吧 都是什么逻辑 服了你 我发现啊 一年多不见 你比以前服多了 秦宇嘴上反驳 心中却是美 是啊 要不是有这么一个姐夫 光是那高雅就能把她比试到死吧 现在呢 高雅见了她 好姐妹叫得比亲姐妹还亲 她明白 这不是她真的那么受欢迎 而是高雅怕她姐夫 所以啊 她决定请姐夫吃个饭 聊表谢意 谢谢姐夫今天给她面子 去救高雅的男朋友了 从姐夫报答陈允杰那一幕来看 她知道 姐夫其实是很讨厌那家伙的 但她还是出手救了 这是为什么 看在她的面子上呗 这还叫府啊 让你嫁给你姐夫才叫府 趁她还没跟你姐结婚 把她抢过来 这样的男人 百年难遇一个哦 周云宁明嘴轻笑 说话的时候是左右看了看 可不能让旁人听到她说这话 否则她就要为金大抹黑了 身为金大学子 她怎么可以这么没节操呢 再说我把那盘拔丝香蕉退了啊 秦宇摆了周云宁一眼 她虽是零花钱颇多 但跟着姐姐节省惯了 所以出门在外 花钱还是有节制的 今晚一共三个人 她只要了五个菜 两婚三素 其中一个素菜便是周云宁最爱吃的拔丝香蕉 她本想要蒜泥菜新的 便宜十几块呢 可看在好久没见老同学的份上 就随了周云宁的愿 哪知这丫头居然老是戳她的痛处 姐夫好 她能不知道吗 一直在能与不能 正常与不正常之间挣扎呢 这浪妞还怂恿她 让她心中蠢蠢欲动得更加厉害了 这就受不了了 我还没说让你和你姐同时嫁给她呢 这是很正常 母女共事异夫的都有 更何况是姐妹 哈哈 好了 我不说了 周云宁知道秦宇不会那么小气 会退了她最爱吃的拔丝香蕉 所以她继续放肆着 哪知一年多过去了 秦宇掐人的功夫还是那么娴熟 一伸手 就掐住了她的小腰 捏了那叫一个疼 她的牛仔裤可是没腰带的 要是稀气太狠 一会裤子就掉了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转眼间 风青羊就出现了 镜子四平八稳地坐到了小桌旁 手中提着酒壶 慢悠悠地喝着 潇洒之气 不禁瞬间引来四周桌子上的姑娘们的侧目 当然 她们忍不住看过来 也是因为和周云宁一样 听到风青羊的时候 踏上在十几米外的楼梯那边 怎么眨眼间 她就坐到桌子旁了 是她们眼花 还是这家伙会淋波微步之类的神功 那也太神了点吧 没什么啊 姐夫 你忙完了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所以我花了一百多块请你吃饭 怎么样 感动吧 晴宇已经来不及惊讶了 她是急忙嘻嘻笑 心中则是在担心 但愿姐夫没有听见她和周云宁的对话 否则多难为情啊 周云宁也是急忙假装低头喝茶 满脸通红 是啊 要是这话被晴宇的姐夫听见了 她该怎么想啊 堂堂两个女大学生 居然聊这么羞人的话题 这么乖啊 那行 我就领情了 风青羊了了 小丫头花一百多块请她吃饭 真大气啊 不过呢 她对这些向来不是太在意 吃饭讲究的是心情 有小丫头的这份乖巧就够了 不是吗 嗯 姐夫 常常她们家酸菜鱼 云宁说她们家的酸菜鱼很正宗 晴宇一边给风青羊加菜 一边还不忘给她倒啤酒 行了 你们也吃吧 风青羊动了筷子 然后笑道 不过我这顿饭不能吃太久哦 啊 你又要去忙啊 晴宇鼓了鼓嘴 随即凑到风青羊跟前 眨巴眨巴大眼 那你要早点回来啊 姐夫 我一个人睡宾馆 害怕 嗯 你不是在她宿舍睡吗 风青羊愣了愣 这丫头怎么又去宾馆睡了 她晚上睡觉喜欢抱着人家 抱得我好急哦 晴宇颇为哀怨的说道 喂 只是不等她说完 就被周云妮打断了 这位金大女学生不禁服了服鼻梁上的黑框眼镜 脸上又是飘过一阵飞红 晴宇怎么可以把她这么隐私的事情说出来 真羞人 自己想去跟姐夫睡就直说麻 干嘛接她老底 真不够解门 哈哈 好 我知道了 尽量早点回来就是了 一杯冰皮下肚 风青羊不禁开怀大笑 小丫头就是有意思 即使答应了晴宇丫头 她就会早点回来 尽管今晚这个对手不一般 恰如风大仙人所料 京城之中又来了一个猛人 那便是岛国忍树大师常穿戒衣 清城洪没能从华夏带回她的爱徒清城司 她便又去神社要说法 奈何那梁道夫纳斯说 神社已经放弃营救清城司了 因为清城司已经叛变了 她的爱徒会叛变 这怎么可能 常穿戒衣不相信 以为是神社怕了华夏龙祖 所以才这么说 哼 那她就自己来救 而且她这次没再跟神社商量 免得神社的人又是百般阻拦她 临来之前 她还发现一个可怕的事情 那便是她本想约福布长公和白木俊雄他们一起的 就清城司的同时 也给华夏龙祖一个教训 哪知他们都已经被俘了 而且是在华夏被俘的 以偿穿戒衣的智慧 自然能想到 他们不会是因为去华夏给后辈们报仇 然后栽在了那里 否则他们肯定会叫上他一起 所以他料定 这帮人定是在打其他算盘 极有可能是想让清城司死在华夏 以便挑起他和龙祖的事端 借助他的手来荡平龙祖 好在他们失败了 被龙祖所服 否则清城司那孩子恐怕就不在了吧 这让他更想早点把那孩子救回来 免得他可怜的成为各方争斗的导火线 以长川的道行 自然是移到华夏 便知道清城司的下落 清城司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 因此他很熟悉他身上的气息 发现他在华夏京都之后 他便直接来了京都 花了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他就在京都皇城里面找到了清城司 你说什么你们现在都是他的徒弟 可是让长川大师郁闷不已的是 他的爱徒清城司已经拜了一个华夏人为师 要是他拜了一个白胡子老道为师 他也就忍了 可是他居然拜了一个比他年纪还小的小丫头骗子为师 这让他如何不气 难道他长川介意还不如一个华夏的丫头骗子吗 不光是他连清城红也拜了 真是让人想不通啊 对不起 长川先生 让您担心了 清城司铺通一生就跪在青石砖上 感谢您这些年的栽培 但是现在 我想和我妹妹过一些普通人的生活 还请您成全 对此 慕容天心和郑维维都是不插嘴 假装煞有其事的在看皇城的风景 虽说古代的皇城现在只剩下一脚了 但景色还是不错的 依然能看到当年皇宫的繁华 只不过他们俩此刻都不是很有心思欣赏了 本想着晚上来游皇城 偷偷跑进来 这样就可以随便欣赏了 毕竟晚上是谢绝欣赏的 因此只有他们几个人 要是白天来的话 一窝蜂全是人 那哪是犹怨啊 简直就是看人头 不用问 这个想法必然是郑维维想出来的 身为区分局副局长 这位女警花还真是遵纪手法啊 谁料 正玩得尽兴了 迎面就来了一个黑面神 一看那家伙的神情 就知道来者不善 再看那斯刚刚出现的手法 竟是搜的一声就直接出现在了他们跟前 让他们都是猝不及防 可见她的道行之高 这要是以会动其手来 绝对是凶多吉少 她已经在悄悄给封青阳发短信了 但愿她能及时看见 打电话太明显 说不定立马就会遭黑面神的毒手 虽说黑面神是清成兹的师父 清成兹可能会从中调停 可她能感觉到 那斯身上的杀气很重 显然是动了杀心了 一会肯定是要开打的 哈哈 好啊 老夫一心栽培你 希望你能继承老夫的一波 你倒好 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老夫很想知道 是什么让你有了这么愚蠢的想法 是他妈 你的这个新师父 果然 常穿戒衣咆哮了几声之后 便开始眯起眼睛 看着慕容天心 她乃堂堂岛国忍树大师 被一个华夏小丫头抢了爱徒 这是要是传出去了 她的脸王哪个 所以她很想知道 这个华夏小丫头到底有什么魅力 竟能抢走她的爱徒 第三百七十七章 且看我如何把她打成死狗 师父 求您不要为难他们 拜入她门下 是弟子自愿的 还请师父成全 能让弟子自此过尚平凡的生活 清承姿说着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那便是忽然从袖子里掏出一柄匕首 割破了左手手腕 师父 欠您的人法 我现在就可以还给您 但欠您的恩情 只能找机会在海了 见状 清承宏也是亮出了匕首 同样是割破了左手手腕 忍者使用忍术 必须要双手同时捏纸成绝 然后送念口诀 少一只手都不行 他们自费左手 意思很明白 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再用忍法了 就当是将忍法还给长川大师了 清承宏虽然不是长川大师的弟子 但他的人法都是他姐姐清承自教的 因此也都是长川大师的忍术 忍术的宗旨是忍 可长川大师叫给他们的是求胜和荣耀 眼下他们已经决定重新活过 又怎会再回到那个怪圈之中 倒不是说他们埋怨长川大师把他们引上了邪路 毕竟他老人家很喜欢清承司 教授的时候是毫不保留 只不过他们现在不赞同他老人家的人 倒罢了 求胜和荣耀是能给人带来快感 可那些快感是用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久了就会让人觉得不安 他们都不想晚上睡觉的时候再被噩梦惊醒 再说了 他们俩的命现在都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封青阳 他们现在要是继续跟着长川大师 算是怎么回事 此举让一旁的慕容天心和郑维维是面面相去 两人这两天虽是带着这两个岛国妹子四处转悠 但对他们并不友好 虽说没有虐待他们 可也没给他们好脸色 只因总觉得岛国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两人肯定不是真心悔过 可是此刻 他们两方才明白 这两姐妹似乎真的准备重新来过啊 否则用不着这么自残吧 好啊 老夫叫出来的好徒弟 老夫叫出来的好徒弟 而常穿戒一则是一声狂笑 心中崩溃程度可想而知 他是准备把青城资当接班人来培养的 哪知这丫头不再听他的了 做普通人 屈不知 他踏入忍者界的那一天 便意味着他这辈子都别想再做普通人了 要么就是勇往直前 将别人踩在脚底下 要么就是等着别人来踩 既然他已经不认他这个师父了 宁可个万字损 也不愿意跟他回去 那他就只能名为玉碎不为瓦全了 他常穿戒一的关门弟子 岂能成了别人的徒弟 而且还是一个华夏小丫头的徒弟 这让他以后怎么见人 他常穿戒一的道行 还不如一个华夏小丫头吗 否则他的徒弟怎么会改投别人的门下 就算是失身 他也要把他和他妹妹带回去 还有就是 他的新师父 也得死 敢抢他常穿戒一的弟子 难道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火蝎子吗 火蝎子 谁惹谁死 常穿戒一这样说着 手中拐杖便是碰的一声戳在地上 顿时间 半米后的青石地转崩裂如雨 崩裂之是从他的拐杖下面 禁止向清成姿和清成红那边蔓延 他们现在既是我的徒弟 就由不得你来教训 见清成姿和清成红并不躲闪 想必是觉得 以前的师父对他们有恩 就算要杀他们 他们也不会有怨言 慕容天心看不过去了 这算是什么师父吗 清成姿只是又拜了一个师父而已 这就要杀了 这不算是背叛师门吧 毕竟清成姿没有做对不起 长川大师的事情 慕容天心不能忍 虽说他还没答应收这两人为徒 可曾爷也把他们交给了他 那他们俩就是他的人了 他们以前的师父来了 打他们骂他们 他都不会管 因为他们跟了他 并不代表他就让他们和过去划清界限 那样太不人道了 可别人要是想杀他们 那他就得管了 哪怕那人是他们的父母兄弟 否则他回头怎么跟曾爷爷交代 好好的两个人交给他了 结果不到两天 就被人杀了 好吧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他的暴脾气上来了 这两人都叫他师父了 这个死白胡子还是杀他们 而且是当着他的面纱 他是什么意思 当他慕容天心是死人吗 出话间 他以时捏纸成绝 天心见呼啸而起 禁止窄向长穿戒衣 喂 封清阳 快接电话 快接电话 见状 正微微慌了 那个岛国老头一看就很厉害 他们俩应该避其锋芒才对 可天心居然还冲上去了 这不是自找苦吃麻 这是人家岛国人的家务事 他管他们去死 真是的 弄得那两个岛国妹子真是他的爱徒一样 正微微没辙了 只能不断拨打风清阳的电话 希望他能快点赶过来 否则他们俩今晚就凶多吉少了 闺蜜党双双死在这古老的皇城里面 颇有浪漫气息 但是他们还年轻啊 该干的事情还没干 就这么挂了 岂不可惜 砰砰砰 正微微的呼叫声尚未落下 慕容天心的飞剑就何尝穿戒衣站在一起了 那死白胡子的确有点能耐 站在那不动 光是轻轻移了一下手中拐杖 就把慕容天心的飞剑给顶住了 任凭他如何发力 都只是听见飞剑不断斩破空气的声音 像鞭炮一般响个不停 却不见飞剑逼近那死白胡子一步 还没学会爬 就想学着走了 哼 就凭你这德性 也配做我徒弟的第二个师父 见慕容天心能打出飞剑 而且无论是飞剑 还是寄剑的手法 都是像模像样 常穿戒一狠是吃惊 这丫头的天赋比清城姿还高啊 假以时日 必定能成大器 这样的人 他必须要除掉 否则日后必定是岛国的大威胁 再者说 这丫头虽是天赋好 但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在他面前 这样的飞剑根本不具备杀伤力 常穿戒一指是轻轻将拐杖向前推了推 包裹在他身上的气浪便是瞬间强盛了数倍 紧接着就听见轰然一声俱响 慕容天心连人带剑被凶猛的气浪冲飞 师父 不要啊 清城姿不经惊呼一声 慕容天心肯为他和妹妹初见 而且是恶斗长川大师这样的强劲对手 他心中很是感动 还以为他会任凭他们被杀呢 真是该死 慕容天心的身子是快速下坠 任凭他如何运气 都无法操控自己的身子 这让他不禁懊恼不已 也是悔恨不已 曾爷爷一再嘱咐他 让他发奋修炼 他倒好 天天追在他屁股后面 怀疑这怀疑那 现在如曾爷爷所说 遇上高手了 要吃亏了吧 这要是直接落下去 平沙落厌室 屁股着地 他后面几个月恐怕都得躺床上了吧 他喊该死的原因不只是这个 还有就是 郑维维那丫头居然冲上去接他 维维小浪妞不是修行中人 根本顶不住这样冲击力 看吧 那浪妞刚刚越深而起 抱住了他 两人就一起轰然坠落 这下好了 一人卧床不起变成两个了 他强认他强 兴风扶山岗 看来老夫的找时间教你破见识了啊 否则这世上的野狗越来越多 你迟早会被他们咬到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破空而来 竟直接住了慕容天心和郑维维 一手抱一个 然后稳稳落了下来 这不禁让青城姿和青城洪梁姐妹是长叔一口气 长川大师要杀他们俩 他们没意见 可是要是再连累了慕容天心 那他们俩就是死而有憾了 不过长川大师居然真会杀他们俩 让他们俩心中也是一阵忧伤 再怎么说 大家曾经也是师徒 他们只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了而已 这就跟出家人想还俗一样 虽是有愧于恩师这么多年的教诲 但罪不至死吧 他们又没做什么对不起长川大师的事情 而长川则是一愣 来者突然从天而降 他是丝毫没有察觉啊 刚刚他突然出现在慕容天心他们跟前的时候 心中还在得意呢 华夏的修仙者是越来越没落了 道横不如他也就算了 可是居然连他来了都察觉不到 真是不堪之极 这种优越感刚刚生疼而起 就有一人将他戳破了 而且这人还是一个年轻小鬼 郁闷啊 早就给你发短信了 你咋才来啊 慕容天心是长舒一口气 然后扭头向风轻阳埋怨 声音中难免带了一丝撒娇之气 曾爷爷再不来 他的屁股就要开花了啊 就是 电话也不接 是诚心想害我们挨打是吧 回去罚你戒酒一个月 郑维维也是跟着埋怨 但两手却是紧紧的抱着风轻阳的胳膊 心中喜滋滋 哥哥啊 你总算来了 否则他们俩就要成为皇城孤鬼中的两个新成员了 他还没谈过恋爱呢 真心不想就这么死了 功夫没学到家 还好意思叫换 哎 以后离开了我 你们就不能独活了 是吧 凤青阳放开两个小丫头 然后在美人头上都敲了一下 漂亮话谁不会说 有本事你去找一个比你强几十倍的人来逗逗看 慕容天心反驳了一句 他和那个死白胡子比起来 就是几十倍的差距啊 这怎么逗 还不都是他害的 无缘无故给他两个徒弟 害得他还没享受两天师父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就被人打了 好啊 那你们看好了 风轻阳了了 我比这野狗的道横强不了多少 现在我不用飞剑 不用道法 单凭一柄长剑 就比他弱了几十倍了吧 且看我如何把他打成死狗 第三百七十八章独孤九剑 死狗 听到这话 常穿戒一怒了 他乃岛国忍树大师 到哪去都是被人攻着 何曾被人怠慢过 更别说是被骂成死狗了 凤青阳先前说到野狗的时候 他便怒了 现在更是把他说成死狗 他还能不飙 黄口小儿 毛都没长齐 竟敢侮辱他常穿大师 今日不把他打成植物人 他不会知道火蝎子是冒犯不得的 最主要的是 那小子狂得很 目中无人 说他的道横比他还要高一些就算了 居然还说不用飞剑不用道法 单凭一柄长剑就把他打成死狗 真是狂到了极点啊 即便是龙祖的老大唐仙刚来了 见了他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吧 所以说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最终是会吃大亏的 蒸蒸蒸蒸 长穿戒意还在冷笑的时候 封大仙人已经出手了 先是右手一引 拔出了慕容天心的长剑 然后紧握在手 直接朝长穿戒一次了过去 这野狗如何对清成姿和清成红良姐妹 他不是很关心 但这野狗敢敢动他的虫孙女 那就对不住了 他今日必定会把他打成死狗 他早已开了法眼 因此也便看得出来 这野狗的道行不一般 如果出飞剑的话 他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才能把他斩成死狗 但那太没有教育意义了 他此刻主要是想让天心丫头看清楚 如何在败局之中求胜 否则这世上的野狗越来越多 他怕那丫头日后遇上大野狗了会吃亏 既是如此 那就不跟长穿戒一废话了 直接教学吧 早点完事早点收工 以会他还要回宾馆陪秦宇呢 毕竟这次京都之旅是陪他来的 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那边 万一出点啥事 回去之后不好向秦和丫头交代 不是吗 土盾 排山倒海 常穿戒衣的反应很快 不等风青阳冲过去 他便是碰的一声 拐杖再次向前移了移 转瞬间 只见他跟前的巨大侵蚀地砖全部爬了起来 在他跟前堆砌成一堵后墙 有五六米之高 风青阳刚到墙下 那堵墙便是轰然一声倒塌下来 并非是崩塌 而是如浪涛一般滚动 且是速度极快 这不禁让一旁的慕容天心和郑维维都是心中一景 死白胡子好厉害啊 这样的阵仗 风青阳单凭一柄长剑 能行吗 降龙入海 破剑士 果然如慕容天心他们所料 巨大的石墙尚未压倒风青阳 那汹涌如潮的气势便将他逼退了 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风青阳只是退了一步 并不是节节败退 而后便是一个前冲 长剑抖动如风 呼啦啦的剑气 直接将迎面而来的青石砖斩成碎片 如同刀切豆腐一般干净利索 让人不禁觉得 他刚刚的退 并非是被逼退 而是像是弹簧一样 线缩回去 然后砰的一声加速冲出去 只是一招 凤青阳便破了长川戒仪的土盾 且是如他先前所说 他没有用飞剑 也没用盗法 完全是靠手中长剑做到的 黄沙果师 这可把长川戒仪吓了一跳 凤青阳单凭一柄长剑 一招就破了他的排山倒海 的确有两下子啊 不过恶战才刚刚开始 他有千百种方法把这小子碎尸万段 随着他的一声送念 四周的碎砖皆是怦然一声碎 化为沙土 然后如风群一般呼啸着 朝风青阳包裹过去 只是一溜烟功夫 就把风青阳包了起来 除了剑尖在外 其他的再也看不见 痴妇 请务必手下留情 剑状 青橙丝和青橙红 都是急忙朝长川戒一跪了下去 慕容天心和郑维维可能不知道 这黄沙果师的厉害 但他们俩学过人法 自然知道这是高级忍术 一会只要长川戒一一挥手 那些沙子就会随风散去 随之散去的是风青阳的血肉 风青阳救过他们俩的性命 现在有人想要他的性命 他们岂能袖手旁观 别再叫老夫师父 老夫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等老夫收拾了这小子之后 再来收拾你们 长川戒一冷喝了一声 随即扭头看向风青阳 一直平举的右手随之一挥 这样的人法足够送风青阳上西天了 只不过让他觉得有些奇怪的是 黄沙果师一旦使出 对手乃至对手所处的东西 都会全被黄沙包裹 比如说对手是站在树上 那连人带树 都会被黄沙包起来 然后人和树一起随着黄沙的飘散 化为飞灰 那也便是说 风青阳现在拿着长剑呢 他的长剑也应该被黄沙包裹掉才对 为什么剑肩还在外面呢 追云竹岳 离剑是 如长川界一所料 风青阳故意留在外面的剑肩 再次扭转了战局 其实剑肩不是谁想留在外面 就能留在外面的 毕竟长川是忍术大师 他使出的人法不会有破绽 而是风青阳看似是握剑不动 实则剑肩在抖动不停 便是如同一个电钻在抖动一样 是任何东西也别想把它包裹起来的 黄沙裹是虽然厉害 但是想要一下子定住风大仙人还是很难的 风青阳之所以让长川得逞 是为了让天心丫头看清楚 遇上这种状况了 该怎么破 随着他的一声低吼 长剑当即脱手而出 然后像削苹果一样 几个圈子转下来 就将裹在他身上的黄沙剥了下来 这是什么剑法 不单单是青城姿和青城红 就连长川戒衣也愣住了 他既是大师 自然没少跟华夏的修仙者交过手 也便熟知华夏的武功和道法 可他从未见过这么离奇的剑法啊 长剑脱手了 还跟有人在我这一样 挥洒自如也变罢了 居然还能快如闪电 轻松破了他的黄沙果实 破剑式 离剑式 这该不是独孤九剑吧 而慕容天心和郑维维则是一双美目瞪元 尤其是慕容天心 他记得他以前问过封青阳会不会这套剑法 他说他会 他还不信 毕竟这套剑法一直存在于传说中 不曾有人亲眼见过 没想到他真会啊 独孤九剑的确是百中求胜的神奇剑法 要是他会了 以后就再也不怕遇上难缠的对手了 曾爷爷还真是患啊 会这样的好剑法 为什么不早点叫给他 拔出你拐杖里面的长剑吧 单凭人法 逗到明天早上 都是你输 凤青阳抓住长剑之后 便是一个纵身 直接逼着长川介义出剑 哼 既然你那么想老夫出剑 那老夫就成全你 长川介义也是觉得 自己是时候出剑了 否则恐怕降不住这小子 这小子不用飞剑 不用道法 他都打不赢 那他这个岛国忍树大师 就不只是给自己丢脸了 也是给所有岛国忍者抹黑了 他拐杖里面的长剑本 是用来反败为胜的 也便是被他隐藏的大杀招 根本没人知道 因为剑过的都已经死在他的剑下了 可封青阳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看来这小子真是不一般啊 当当当 长川介义出剑也很快 他的剑极细极软 舞动起来如同细舌一般 封青阳的长剑 刚和他的长剑都在一起 他的剑便直接把封青阳的长剑给缠住了 但他想一把将封青阳的剑拉脱手 还是没能做到 于是两人便直接面对面站住了 剑不动 剑气却如同狂风一般 向四周呼啸开来 震得整个古老皇城别院都是瑟瑟发抖 门窗轰隆 瓦片哒哒哒的跳个不停 就连慕容天心他们都是被逼的后退不止 不过慕容天心和郑维维很够意气 后退的时候是一人架起一个 将一直跪在地上的青城姿和青城红拉着戴上了 这两人真是迂腐 那个死白胡子都要杀他们了 他们居然还老老实实地跪在那里 持剑之道源自天山派 你以前去那里都学过华夏道法 凤青阳右手持剑 与长川戒一对峙 左手则是背在身后 依旧是一派宗师风范 小小年纪居然也知道天山派 你的剑法是源自鼠山吧 长川戒一世不会说的 他曾在华夏拜过师 师父就是天山派弟子 只是他现在是岛国忍术大师了 岂能承认自己曾经是华夏人的弟子 那岂不是向世人宣告 岛国忍术不如华夏道法麻 天山派的人收徒 向来都有一个规矩 那便是留一手 以防弟子叛变 所以你的舌剑之法只得其行 不得其法啊 凤青阳同样是没有回答长川戒一的问题 而是轻轻易转手中长剑 看似轻轻 实则是将体内所有的真元逼入了长剑之中 顿时间 指纹弄弄弄的翠响声是不绝于耳 凤青阳的长剑不但是挣脱了长川戒一的舌剑 更是胖子一吸气绷断裤腰带一样 将长川戒一的长剑绷成了两截 剑尖是嗖的一声插在了不远处的大槐树上 剑柄虽然还在长川戒一手中 但随之而来的剑气确实将他直接冲飞 直至他落地站稳了 剑气还是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 将他身上的衣袍 衣内被囊和施展人法要用的瓶瓶罐罐逐一阵飞 而后只见长川戒一扑的一声 狂吐一口鲜红 这怎么可能 长川戒一一磨嘴上的鲜红 两眼瞪圆 像看怪物一样盯着风轻扬 这小子居然能破了他的石剑 而且只用了一招 不但如此 那一招还是直接将他打伤 蛇剑是他从天山派学来的绝学 一直都是被他用来当看家本领的 从未有人破过 今天竟然被一个华夏小鬼给破了 他有些接受不了 堂堂倒国忍术大师 怎么可能会败给一个华夏小年轻呢 更可恶的是 那个小年轻还是不用飞剑 不用道法 只凭一柄长剑就打败了他 奇耻大辱啊 想到这里 他不禁又是熬的一声 吐出一滩鲜红 第379章拿酒剑掀的大腿当枕头 封先生求求你能不能放我师父一马 见状 星成姿势急忙扑通一声跪在了封青阳膝下 还以为两大高手对决 最终会是不相上下 毕竟在他看来 他们俩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哪只封青阳连飞剑都没出 就打败了长川大师 虽说长川大师先前想杀他和妹妹 可他老人家曾对他有恩啊 就跟他爷爷一样 他岂能看着他客死一箱 因此尽管他知道 身为封青阳的奴仆 他没资格求他 可他还是跪了下来 天山派因仇恨而生 因此他们的道法处处是劣根 也便是利弊双冠 虽是招招凶猛 致人性命 但一旦败了 不用别人下狠手 他们自己就会一叠不振了 封青阳白了青城姿一眼 随即转身离去 关于天山派道法 他只是简单解释了几句 不想说太多 说了他们也不懂 天山派的人经不起失败 一旦败了 就会因生气而气血攻心 然后站在那里吐血不止 轻则自损经脉 重则修为尽失 就像长川现在这样 越想越气 然后体内真远反噬 不吐血到晕厥 他是不会消停的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基本就成废人了 败了之后生气是常事 但天山派的道法很特别 因仇恨而生 也因仇恨而亡 仇恨之心 让他们的道法威力惊人 但同样也是 让他们时刻行走到肩上 知道他们的人 都说他们是高傲的一脉 因为他们经不起失败 本还想着将其打成死狗 没想到他竟然跟着天山派的人 学过道法 看似学有所成 实则是在体内埋下了祸根啊 那就不用他动手了 这位岛国老头 基本已成死狗了 多谢封先生 多谢封先生 见封清阳没有沙长川大师 清成姿和清成红都是贵地磕头 似乎是觉得 他们都是封清阳的奴仆了 封清阳还愿意给他们面子 有些小感动 曾爷爷 曾爷爷 你刚刚使出来的是不是独孤九剑 而慕容天心则是追在封清阳后面 上次在唐风小镇 封清阳耍了一套狠拉风的剑法 现在又耍了一套 这让他很纠结啊 到底要让他先叫他哪个呢 独孤九剑 哈哈 丫头 你想多了 明早在京都大学门口等我 带你去见一个人 把你的两个徒弟也带上吧 注意 他们的伤势简单料理一下就行了 其他的明天我自有打算 封清阳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长生一笑 独孤九剑早已失传 他刚刚打出的剑法是他自己根据独孤九剑的建议物出来的 也是九剑 虽然不知道这九剑和独孤九剑比起来 胜负如何 但他用它来拜中求胜 还从未失守过 回头他会叫给天心丫头 现在没空 他要回宾馆照看秦宇丫头 那丫头该不会是怕黑吧 否则为什么不敢一个人睡 真是一个古怪的丫头 平时看上去活蹦乱跳的 怎么到了晚上还怕黑了 明早 好啊 那你要早点啊 我六点就到京大门口 慕容天心不知道封清阳要带他去见谁 心中琢磨着 该不是再找一个高手来 一起叫他拉风的剑法吧 所以他回答的那叫一个干脆 六点 有没有搞错 那我就不陪你去了啊 让我六点起床 你还不如一刀瞳死我呢 郑伟围打了一个哈欠 本想着好好游一趟京都皇城 然后回去好好睡一觉 喜料被一个岛国老头 吓出了一身汗 累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要是再让他明天早起 他估计自己的黑眼圈 都可以晒大熊猫了 好准了 慕容天心应了一声 两眼仍是在盯着风青阳远去的方向 似乎是在期待 明天风青阳会带他去见谁 又是一位老而不死的高手 师父 我和洪想把长川先生送到医院 然后安排他回岛国 明天天亮之前保证回来 清成姿也凑了上来 长川先生已和他恩断一绝 但见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他也不能不闻不问啊 毕竟他曾带他像亲孙女一样 准了 慕容天心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 他现在只期待明天 至于那的岛国死白胡子 管他去死 好了 别看了 回去睡觉了 花痴 见状 正微微明嘴一笑 慕容天心现在的神情 真像一个花痴 正在看着他心中的白马王子 渐行渐远 神色中有不舍 也有一丝甜蜜 还死不承认他不喜欢他曾爷爷呢 真虚伪 什么啊 在诋毁姑奶奶 姑奶奶明早五点半就把你打起来 又想挠我养 姑奶奶现在有两个徒弟哦 当心姑奶奶让他们俩一上一下把你抱住 然后挠到你笑到内裤都松掉 慕容天心和正微微一路打闹 渐渐消失在古老黄城的夜色之中 京大东门 虽是东门 但却不是京大的正门 而是侧门 正对一个热闹的城中村 这里可不是带拆迁的城中村哦 而是京都八大名村之一 知音村和京大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 因为他就是京大第一代教职工建造而来 当时是教职工生活区 当年一群怀着同一个梦想的人聚在一起 撑起了京大 让其成了全国一流学府 和慕容恰 美坛记录起来比康熙大字典还厚 因此这里便被外界称作是知音村了 随着京大的发展 知音村也是越来越大 除了京大的教职工之外 很多商家也是住了近来 大型超市 酒楼和宾馆什么的 都来了 但村子里的面貌没怎么改变 无论是超市酒楼 还是宾馆 都是根据原有的房屋风格 建造自己的大本营 这是京大的要求 那天刚到京都 出来京大 晴宇不知道这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现在知道了 像他这种喜欢情调的人 自然立马去那里开一间房 然后等封青阳回来 虽说晴宇给封青阳发了短信 告诉他旅馆的位置 以及房号 但封青阳只是看了一眼 并没有留心 他找人 还需要这么麻烦 直接寻着小丫头身上 散发出来的生灵之气找过去 比什么指路策略都靠谱 晴宇虽是普通人 身上的生灵之气并不特别 行走在人群中 很难区分 但他早就特地留意了 小丫头很活泼 因此生灵之气跳动不休 很好认的 这地方不错啊 很幽静 找到之后 封大仙人就推门进去了 虽说房间里面和一般的旅馆 没什么差别 铺着雪白床单的温软大床 便是空调和单人做沙发什么的 是以应俱全 进出门便是卫生间 外加洗澡间 但房子外面很雅致 不但造型古老 长长的走廊全是浅红色的 镂空砖堆砌而来 上面还摆着大大小小的花盆 乍一看 还以为那是一条艺术走廊 怪不得晴宇丫头选择了这里 这丫头喜欢画画 也便喜欢写意一些的东西 姐夫 你回来啦 稍等 我在洗澡 风青羊推门进去的时候 晴宇正在洗澡 浴室里面传来滑滑的声音 大概是听到了风青羊的声音 所以他喊了一声 只是他喊完之后顿了顿 似乎很纳闷 他没给姐夫开门 姐夫是怎么进来的 难道他刚刚忘记锁门了 没锁门就洗澡 这也太大胆了点吧 不过他记得他锁过门啊 不 没关系 你慢慢洗 风青羊倒是没想到这一层 他到哪去都是指导黄龙 墙壁门锁什么的 在他面前都是形同虚设 他想到的是 晴宇丫头比他姐姐情和开朗多了 即便是现在 他要是遇上晴和洗澡 估计那丫头都能脸红半天 不像是晴宇丫头 居然还跟他打招呼 这就对了麻 洗澡而已 有什么好害羞的 姐夫 我洗好了 你要不要也洗一下 果然 晴宇要比他老姐姐爽朗的多 洗完澡 穿着一身粉色的睡裙 便蹦了出来 然后直接蹦到风青羊跟前 而且是身子一歪 半躺在床上 这样离坐在床上的风大仙人 就很近了 湿漉漉的头发搭在柔嫩的双肩上 颇有些韵味 换做是晴和 估计又是扭扭捏捏 脸红的像初开的桃花 所以说这姐妹俩啊 虽是同父同母所生 但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情 不了 这地方太小 洗起来不舒服 风青羊了了 巴掌大的地方 哪够她洗澡的 那行 我先睡了啊 我睡着了 你在睡啊 否则我害怕 晴宇哥哥一笑 然后顺势钻进被窝里 只留小半戈上本身在外 躺下去之后 也不知是头发太湿 枕在枕头上不舒服 还是她本就调皮 她竟是测了个身 将脑袋搭在了风青羊的大腿上 这样侧着 她那胸前粉嫩蛋却硕大 就是毫不保留的展露在了风青羊跟前 知道啦 睡吧 风大仙人顺手拉了拉被子 将小丫头盖好 这个淘气的家伙 大晚上把她折腾来 就是给她当枕头的啊 那她这脑袋还真值钱 居然拿九剑仙的大腿当枕头 这可是一双走遍天下的不凡双腿哦 姐夫 明天我就要去比赛了哦 少许 晴雨又睁开那双明媚的大眼 看向风青羊 好 不错 要我去给你捧场吗 风青羊应声 小丫头终于要比赛了 完了她们就可以回冰湖了 不要拉 你去了我会紧张的 不过等我比赛结束了 你能送我一个礼物吗 晴雨说到这个的时候 虽然仍是嘻嘻笑 半粉白的脸蛋上 却是飘过一阵飞红 第三百八十张 小妹恭候多舌 行 没问题 风青羊点头答应了 啊 姐夫 我还没说是啥礼物 你就直接答应了 万一我要的是天上的月亮啊 晴雨咯咯一笑 姐夫就是爽快 她话还没说完呢 她就答应了 哈哈 你要那东西做什么 风大仙人乐了 也对哦 不过你既然答应了 到时候就得给我礼物哦 不得反悔 晴雨古灵精怪的笑道 知道了 死丫头 睡吧 凤青羊拍了一下小丫头的额头 这有什么好反悔的 小丫头能找她要什么 无非就是吃得完的呗 她虽是不在乎钱 但想要钱的话 随时都能出去捞个几百万回来 所以还怕她的东西太贵 嗯啊 晴雨满足的点了点头 然后像小猫儿一样趴在风青羊的双腿上 嘴角挂着甜蜜的笑 放肆很期待比赛结束 然后找姐夫要纳的礼物 见状 风大仙人苦涩一笑 淘气的丫头 不过挺可爱 有她在身边 她的生活中多了不少欢乐 如同喝酒的时候 手中多了几盘上好的下酒菜 也有一番享受 于是风大仙人就这么让小丫头整了一晚上 直至天明 方才将她的小脑袋轻轻抱起 放在枕头上 因为她要出门了 反正这对她来说 也不费事 她盘腿坐在床上调理体内真圆 小丫头枕在她的腿上 丝毫没影响 反倒让她有一种痒痒的感觉 调理内袭的时候像是喝醉酒一般 很爽很飘 天一亮 风大仙人便来到了京大东门口 因为她发现慕容天心那丫头早就到了 还真是积极啊 慕容天心是穿着一件雪白色绣着金丝边的复古小卦 陪着黑色的长裙 典雅之余不失活力 外加她的姿色本就是上上之品 身段恶魔且不说 皮肤也是白滑如玉 当真是京大校门前的一道静丽风景线啊 身后跟着清橙姿和清橙红 清橙姿是一席红裙 但身子很饱满 因此穿裙子照样好看 估计看到她 很多女孩子都能打破个子矮不适合穿长裙的魔咒 清橙红则是一身黑色的皮衣 快要被撑破的皮衣散发着光泽 恰如她皮肤的光泽 那是一种很健康的肤色 只是两人都是右手托着左手 昨天割腕了 只是得到了简单的医治 估计还在疼呢 再者便是两人都有明显的黑眼圈 显然是昨晚没睡好 才来 快说 我们今天去见谁 见到封清阳 慕容天心快不赢了上来 心中很是期待 也便原谅封清阳让她等了近半小时了 到了你就知道了 封清阳备手笑道 随即静止开路 今天她要去见的 不是别人 正是小辣椒 一来是多年不见 得好好续续旧 再者便是烤烤小辣椒的医术 顺道叫她点东西 然后让她为牧草谷助力 小辣椒可是小药仙的女儿哦 有了她 牧草谷以后还用为要烦恼吗 这样一来 她就可以天天不用理这事了 专门喝酒了 至于带上慕容天心 纯粹是想让小辣椒看看她的虫孙女 怎么样 笑吧 不比她孙女下甜甜叉吧 庄神秘 慕容天心 瞥了风轻扬一眼 但还是颠颠的快步跟了上去 且说白江雪 那夜一别 她便一直在家盼着呢 不但是把一些出诊事物交给了后备门 自己待在家里 更是不时的走到门口看看 期盼得神情溢于眼表 这让她的儿女们都是一脸迷惑 大儿子夏成功和大女儿夏琼花虽是惊讶 但都没空多问 因为她老人家不出门 他们就得出去跑啊 来夏府求医的可都是大毛病啊 一般的伤病 人们都会去医院 只有疑难杂症 他们才会来这里 毕竟夏府的收费不便宜 没办法 夏府用的都是祖传的奇药 这东西成本高 倒是小儿子夏太和小媳妇黄孝燕在家 两人也没空问这事 因为今天对他们俩说 发生了一件让他们等待了十几年的事情 那便是他们的女儿夏甜甜回来了 当初甜甜做错事 他们谨遵老太太的吩咐 不准找关系帮她解围 让她勇敢的去承担自己犯下的错误 他们照做了 但女儿却恨上了他们 这让他们很苦恼 他们认为老太太说的对 可女儿去了龙祖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也是让他们很伤心 尽管他们能经常从老太太那里的到女儿的消息 可总是看不到 心中就总有一个疙瘩 今天丫头终于肯进家门了 他们能不开心吗 哪还有心思管老太太这是怎么了 连吃个早饭都要中途停下 走到门口瞧瞧 当年老爷子出远门的时候 也没见她老人家这么盼着啊 不过夏田田倒是带回来了一个消息 那便是奶奶的一个顾娇这几天要来府上拜会 所以老太太才这样坐立不安 顾娇 夏太和黄孝燕都不是很明白 老太太的朋友 他们都见过啊 这又是哪里冒出来的顾娇 搞不懂老太太 他们也便没多理会 毕竟宝贝女儿的归来 已让他们心中了开了花 哪还有心思管什么老太太的固有 封先生您总算来了 小妹恭候多时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白江雪在前厅堕布的时候 门口出现了一行人 正是封青阳他们 于是他急忙迎了上去 上次在驱立医院初见封青阳 他是激动到失态 因此见仙哥哥这个称呼 就脱口而出了 眼下他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一把年纪叫一个年轻人见仙哥哥 能让一旁不理解的人 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所以还是叫封先生吧 辈分对了就行 见仙哥哥这个称呼 还是留在他心底吧 即便如此 白江雪如此这般 还是把夏太和黄孝燕 吓了一跳 以老太太的江湖地位 还需要称别人为您 并且自称小妹 最主要的是 对方还是一个年轻人 看上去比夏甜甜还小呢 难道她是高官之后 所以老太太对她很客气 不对啊 老太太向来是不畏权贵的 此样 总算来了 再不来 我奶奶恐怕就快的相似病了 夏甜甜则是轻声低语了一句 她虽然也是闹不清奶奶和封青阳 到底是啥关系 但她那晚就看出来了 奶奶看她很重 这也便是她选择今天回家的原因之一 她在龙祖当差啊 只要封青阳不刻意躲避 她想知道她的行踪还是很容易的 照理说 奶奶这么尊敬封青阳 她应该离她远点才对 免得见了她舅的叫见仙爷爷 多倒胃口 但这是躲不过啊 因为按照唐祖的吩咐 她在封青阳那是要随叫随到的 所以她是躲得了初一 躲不掉十五啊 与其这样 不如早点把这里面的关系理清楚 日后好随机应变啊 这不是来了吗 让白神一久等了 封青阳笑着一拱手 小辣椒叫她封先生了 她也便明白 今时不同往日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山里胡乱称呼了 哎哟 在你面前 小妹哪算什么神一啊 白江雪谦虚笑道 见仙哥哥居然叫她神一 令她汗颜啊 封先生 快快里面请 好 封青阳背手一笑 在白江雪的亲自引领下 进了下府政厅 紧随其后的慕容天心也是纳闷 曾爷爷今天要带她见的人 就是这位老太太 她不像是什么修行界的高手啊 奇怪的是 这老太太看上去已有一百多岁了吧 怎么被曾爷爷自称小妹 莫非他们以前就认识 好 那她今天不是找人和她一起教授她见法 而是带她逛亲戚啊 阿太 小燕 过来见过你封伯伯 到正厅落座之后 白江雪不但是亲自给封青阳珍茶 还叫自己的后辈前来拜见 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出诊了 小儿子小媳妇还算幸运 先见到了见仙哥哥 能解释这样的人物 对他们来说绝对是莫大的荣幸 见过封伯伯 下太和黄孝燕一前以后 过来打招呼 脸上挂着笑意 那是因为他们都很尊敬老太太 在下家 向来是老太太说一 下面人不敢说二的 这种有传承的家族 向来都是这样的 但他们两心中却是纳闷 老太太皆是忘年交也变罢了 可她老人家年纪大 总该是姐姐吧 怎么让一个年纪小的当了哥哥 害得他们现在要喊一个 比他们孩子还小的家伙为伯伯 免了免了 凤青羊摆了白手 随即对慕容天心喊道 天心啊 来见过你白岑奶奶 白岑奶奶 慕容天心愣了愣 但还是上前一步 拱手喊道 白岑奶奶好 这是你众孙女 文言 白江雪不禁瞪大双眼 见仙哥哥曾经娶妻生子了 她还以为她一直在山中修行呢 似乎是觉得 早知如此 她当年应该多等几年啊 说不定就等到了 目光中闪过一丝遗憾之色 不过只是转瞬之间 毕竟已经时过近百年 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只能说是他们两有缘无分啊 端详了慕容天心少许 她的眼中不禁闪过一丝赞赏的神色 不愧是见仙哥哥的后人 说她有仙女之姿都不过分啊 众孙女 而一旁的夏田田则是险些 一口茶喷在她妈妈的脸上 凤青羊才多大啊 就有众孙女了 这不会又是结拜的吧 我喝了 我喝了